音乐 音乐 要有点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多 但是又不能没有 发现有点麻烦 好,那讲的那 但流行性的話就是我們可能就是用一點元素去告訴他 其實現在有什麼樣的方向 我不一定要做到那麼多錢 那我不可以做一些些 我也想剪一個這樣的髮型 但是我又不用剪太多 比方說你會發現今年的剪頭髮會比較少 我都剪材方面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最多什麼? 顏色 你只要顏色夠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都不需要太麻煩的顏材 我的顏色很多很繽紛很漂亮 那我的剪材是不是就可以少一點? 不是我今天的顏色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相對我的剪材是不是可以多一點點? OK 所以我們講的來自拍的話 我有一個所謂的流行方向給大家 為什麼? 我跟你講流行 你可以想像 就是我們講的 每一個的人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講的 我們可以藉由一些普遍叫像客人啊 因為我們的 比如說很多人喜歡剪什麼樣子 喜歡燙什麼樣子 有沒有? 喜歡染什麼顏色 或是會拿所有的打印嗎? OK 一樣的話我希望給大家一個方向先留 比如說好 流行性的話 你發現今年會以什麼為主? 顏色 你的顏色越繽紛 那一些喜歡顏色的人他越開心 對不對? 那麼我們講的嘛 今天有很多流行什麼那種 聽過什麼心風感嗎? 什麼 反正只要跟心風啊 霧面感的東西有沒有 結合在一起的 結合在一起的 結合就很多了 結合來像今年也有很多 那我們 以一個來講的話呢 今年的主題就是一個粉色系的 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玩 護染 有沒有那個護染 比較少 因為我們都知道嘛 你要護染的話顏色是要淺一點 那 當然呢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什麼 護染的東西去做 因為我們護染裡面有一瓶白色的 那為什麼會有帶有粉色系? 那粉色系就是我們之前所稱為的馬卡龍 有沒有? 比方說紅 我加了白它會變成粉紅 有沒有就是 好那如果我現在要染頭吧 我不要染得那麼的飽和那麼的亮 的話你可以加什麼? 其實啊 我會發現今年可以 我覺得啦 以我來講 我今年好喜歡在裡面加灰色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知道 一般有時候啦 有一些皮膚比較深的人 你會發現染完好像 好像什麼 那顏色有點亮的 有沒有 比方說 皮膚黃黃的人 喔喔 黃黃的 如果染一個橘黃色好看嗎? 會好看 你會發現它整塊乾黃 對 整個乾不好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有一些客人就很奇怪 現在流行他就想要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它更黃色? 因為黃它是不是亮 光澤度很高 那我就會 就是橘裡面是光澤度又反光很高 那你會在裡面加什麼? 灰色 為什麼? 因為灰是屬於什麼? 無色彩的 它會把光澤度怎麼樣? 拉低一點點 好 加 等一下教你們 好 OK 就是點一的那種的 對 我都好喜歡加 好 反正紅色 紅色還好啦 尤其紫色我超喜歡加點一 紫色加點一 就變成會直 這樣不是很多喜歡嗎? 記得喔 你想要忍到會直會直的 頭髮又有點淺 開始 你不要那個 一定要先洗色 一定要先洗色 比方說 蛤? 是的 客人不喜歡聽漂字 我們就要改變方向 洗色 對啊 我跟你講你不覺得有些客人 你們有沒有遇過有一些客人 他頭髮明明有去給人家漂喔 但是你又跟他講說 欸你是不是去漂頭髮 沒有喔 有沒有漂喔 那甚至是沒有幫我漂捏 然後幫你洗色 洗掉我們的什麼? 人造色素 你有意思嗎? 就是 要用一些不同的話語嘛 就好像客人 你不記得之前很流行那個什麼奶茶色 對 對不對 請問一下奶茶色 要不要稍微洗一下顏色 要 你不洗奶的出來嗎? 好吧 可是我們講的 請問一下奶茶色是什麼顏色 就是清咖啡嗎? 可是你會發現 你跟客人講 我幫你拿 所以奶茶色會加分 這樣怎麼用 好 沒票我們這樣會加 哈哈哈 OK 等一下 有問題我希望你們提出來 我們可以討論有沒有 好 那我剛剛想講的意思就是 你跟客人講說 你要幫他奶茶色 他喜歡的是 我幫你染個淺咖啡 沒有 所以聽起來感覺不一樣 比方說 很多人看到紅紫色 很多紫色 欸這是爽的老娘 可是你跟他講說 你給他染個紫眉藍 紫眉紅 他會覺得 欸 不一樣耶 那是紅紫 嗯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講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話語 有沒有 不同的話 因為現在很多人 喜歡聽這種的 那你就講這種 喜歡聽好聽的 對啊 欸比方說 有沒有人聽過喜歡奶 有沒有人跟客人講 我要染咖啡色 嗯 那咖啡色是什麼顏色 咖啡有分啊 會 你要拿鐵還是美式咖啡 懂我意思吧 我想這是一個話語上的 所以如果那個客人跟你講說 如果那個客人跟你講說 我要染咖啡色的時候呢 我都會訪問客人 他請問一下 你要哪一種 系列式的 你要美式的呢 還是要抹茶呢 還是要那個拿鐵呢 還是要焦糖呢 為什麼呢 有差別嗎 你不覺得如果是拿鐵的話 是不是淺色多 有時候有焦糖呢 喔 它沒有嗎 因為它有帶紅色系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看你這麼講 而且你會覺得講這種的 顏色做出來 你會發現 欸怎麼感覺怎麼樣 沒有啊 你不知道什麼的嗎 懂了嗎 不要傷害自己 OK 有時候很多東西就是一個點而已 好 那我們講的 今年的流行顏色就是什麼 是比較粉色系的 好 再來 再來我們講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一個所謂變藍的 就是屬於什麼 灰啊 淺藍的那一種 喔 當然啦 染到藍色真的比較難 因為如果你的黃太重 橘太重 它就會變成 嗯 我不會跟它講變藍色 我會跟它講 噢 吐耳其辣 對 那不知道該怎麼 你一定要去到比較乾淨一點 你一定要去到比較乾淨一點 你的藍燒的東西 你一定要去到比較乾淨一點 你一定要去到比較乾淨一點 你的藍燒的東西 那你要看你是用什麼 可是如果你是用霧染的話 它不會那麼快 好 可是不是有一種 那種不加色的那一種嗎 可以去掉那種的那種 好 底蕭色 對 底蕭色 就是 會用一些對沖色的方法 對 比方說 紅色的對沖色是什麼顏色 紅 綠 藍呢 紫 紫呢 黃 懂我意思了吧 那一點就是用所謂的對沖色 比方說有一些頭髮你挑到一個程度 但是你覺得它有一點 就是黃還蠻重的時候 就是 你覺得它希望它在更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用對沖色 我們就會用藍色 加涼色 加涼色 藍色加涼色 然後去加一點點的紫 點二的紫 點二的紫 嗯 用水 吸水 對 糖在沖水台 不要加雙氧水喔 只要色素就好了 然後加糖在沖水台 那個水對不對 然後輸一輸 因為藍紫 藍裡面跟紫裡面是會有一些對沖的 然後去沖頭髮裡面的黃色 嗯 沒有沒有 那個只是對沖而已 就是這樣吸一吸 你等多久 不用很久 你發現那個頭髮 感覺有點霧霧暗暗的 就沖掉了 就可以再染你 就是如果你這樣染冷色掉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去試試看 我們會比較我們講 我們講的那個叫角色 角色 我們頭髮裡面的黃跟黃色 但是你如果橘太重的話沒有用 我們一直想說 漂我們是有點黃黃黃的 然後有一點點橘橘這樣子啊 也可以這樣子 如果是黃的話 你直接用藍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說有一點 帶一點點橘的話 你就是藍紫 好 你去對沖 好了 但是你就是頭髮洗 不要問我不是漂嗎 漂一漂喔 不是頭髮 再沖頭還是用洗髮精洗嗎 洗完的時候呢 洗乾淨的時候呢 你在那個什麼那個水啊 然後講那個顏色水 然後整個刷一刷 酥酥 整個頭髮濕到 有沒有 你發現它開始變得一點 暗暗的 比較霧一點的時候呢 你就沖乾淨就好 沖乾淨的時候 不要再用洗髮精喔 因為你的那個 剛剛那個所謂的夾身 裡面是沒有加狀藥水 所以它 你如果用洗髮精泡就把它拉掉 那你只是要用這個顏色去 拉掉它 OK 好 再來 所以你發現 近年有很多這樣子的色系 我都 我不知道咧 我有時候都要看到客人啊 客人你不覺得東西 很好聽的嗎 好 比方說 哎呀 你的顏色喔 今年好流行粉色系的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我覺得其實是 跟客人做一個什麼 互動的關係 我發現呢 我們這些都還好 很年輕的 有時候跟客人很高的溝通 好 我們講的 客人 要嘛你不覺得發現 很年輕的溝通都很習慣嗎 就是很年輕的 我聽到很多種很年輕的社群師啊 要嘛就是 會把自己弄得很爪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這樣有價值 其實我都感覺 你因為有這樣的價值 就代表你各有什麼地方去住 好 可是我們講的 我發現我們有一些人會去跟客人溝通 是不是叫什麼 你跟客人溝通以後 你是不是才知道客人想要什麼 就好像 我也常跟人家聊啊 法郎是最八卦的地方 因為我們一定會問客人 欸你在做什麼 對不對 那其實我覺得問客人在做什麼 最大的一個方向是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才能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你適合什麼啊 對不對 如果一個燙頭髮 一個燙頭髮 你覺得他燙的很爆炸的頭髮 超好看的 很捲很捲的 你覺得他很有型 燙的超好看的 OK 可是 他在銀行上班 你覺得是 他很想忍這樣子的顏色 但是他體驗他上班 你覺得他適合 你懂的意思嗎 我們講的專業度嘛 有時候我們講的 他可能適合 但是你要記得 他的旁業是不是 所以我才說法 所以法國也不是我們愛問 然後我們在問的話呢 最主要是那個 最主要是怎麼樣 我們想知道他的工作是什麼 因為你可以告訴他 你適合什麼 他如果是屬於這種 比較正直的上班的話 你顏色上 你會選擇亮的 還是比較棕色系的 是不是比較自然色系的 有沒有 為什麼 他適合就可以稍微改變他的 好 再來 有沒有 那 像流行的東西的話 我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如說流行性的東西啊 有沒有 那像今年的話 你會發現 以今年來講的話 衣服的話 你會發現都是屬於比較什麼 淺色的 那 老實講 這個有沒有有點像我們那種 大概 五六零年代的衣服的色塵 有了解嗎 為什麼 我舉個例子 你們就覺得是了 很多人不喜歡 吹那種手揮鍋嗎 S啦 後面要那個什麼 韓風啊 有沒有 很韓的那個 好吹嗎 不好吹 有沒有學過那種 好吹 那個啊 一開始是用例子夾夾 對 三個 對 你知道例子夾什麼夾嗎 這樣過 這樣回來 這樣過 這樣回來 通常第一層有了 第二層你會發現 他跟第一層一點都沒有大傷的 那種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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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那種 一開始 其實是我們以前的 真的很多 對不對 你知道那是幾年前的嗎 20年代 20年代 對 就是 有沒有差不多大的腳斷 就是這個電影 可能是講20年代那種 手揮鍋老師 所以我們講的流行東西 在做什麼 循環嗎 那今天剛好學到什麼 顏色非常充分 好 好 有沒有 複合吧 那個 包頭有沒有 然後再一顆跟再一種 OK 好 為什麼那麼多青的顏色 你如果這麼青的顏色 情況之下 你的爸爸會選擇很重 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OK 好 那衣服上我都大致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 我們講的 你一定要穿它這樣子嗎 沒有 我們講的流行的東西怎麼樣 你看圓書就好 欸 喔 雲海這麼色系 喔 雲海那個花 雲海那個怎麼樣 你給我什麼 搭上去就好 OK 你就知道說 今年的方向是不是什麼 有一些客人很喜歡你 欸 有沒有遇到有一種客人很喜歡 你很喜歡遇到你跟他 熬肉的 你只要跟他講什麼 說 喔 你今天這個怎麼樣 這個那怎麼樣 怎麼那麼好看 怎麼那麼流行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開心 好 有沒有 然後你發現都是一些什麼 比較輕的 比較輕的 不會來的那麼重喔 有沒有 還有 我會少的還是運動工嗎 好 有些你會發現女孩子的那個 高跟鞋也越穿越沒有 你再穿高跟鞋 球鞋 而且很貴的球鞋 你現在不是突然去排隊嗎 欸 可是那會擺的不會 OK 可是我們最主要在講 你會運動工的關係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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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發現 今年會有很多顏色的水分 有沒有 精采 有沒有 頭髮給我健成啊 別說你很厲害 你也健成 呵呵呵 夠輕啊 你知道解我意思嗎 可是很漂亮吧 那講了啦 中來講的話呢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去看一下 可是我發現 還是很多人喜歡化那個 韓美 嗯 可是我發現有些人 我化完韓美真的還蠻可愛的 就是兩秒 很齊 很齊 就黑耶 很粗 很粗 然後很近 然後你發現永遠是這樣子 為什麼人家化韓美 我們化韓美是不太過分的 他為什麼化韓美好看 為什麼亞洲人化韓美 我們台灣人化韓美沒那麼好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人家這邊做得好 對不對 這一邊做得很好 你覺得這樣子 你覺得好看 我們呢 很好 你這邊已經平了 這一條平了 不是很可愛嗎 我都說 很多人有看到畫面 說你可以畫的 我覺得你可以 淺一點點 會比較好看 沒有 你發現 就是感覺要很粗 那後來我們就買那種 有種狗瞄啦 瞄眉毛那種瞄的 那時候我去馬來西亞 你真的遠遠看 你到哪裡 看到那個人 你就看到兩天 沒有 真的啊 他可以不用化妝 因為model 我們就想說 做秀嘛 model 你不要化妝對不對 他可以不化妝嘛 但是呢 這兩條海 才一定要帶出來 嗯 而且啊 我們是不是 就是一般我們女孩子都知道 好 美你是不是會把它稍微刷在 哩 哩 就是叫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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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去 這樣 OK 好 那其實我們講的 其實今年色可以有一些 顏色的方向 會蠻好看的 好來 那我們講的 其實呢 今年的什麼 剛剛這個有講過 今年的舉手是什麼 顏色 然後呢 形狀 OK 然後就是什麼 就是你剪裁的形狀 你不覺得一陣子留在這邊嗎? 現在不是相當網 我問你網路有沒有看到 有一些網路後到這邊 有點大腦 就好像之前是流行看著西嗎? 你不覺得還有在看西嗎? 少了吧 現在是不是有告訴你 我要看什麼 對不行 亂亂的 你不覺得 覺得從開始很捲 到慢慢慢慢慢慢 一直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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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有沒有往上滾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已經吸到這邊了啊 以前的吸還是這樣子啊 吸後還是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那再來呢? 我最討厭燙溪溪溫 能撐多久? 對 沒有 真的啊 我都很喜歡 如果客人都會跟我講說燙這個的話 我很喜歡燙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很變得不中啊 反而之前那種你還 你不覺得還很捲嗎? 真的太久了 對 以前大概半年 四個月來一次 現在呢 沒有一年不來的 對不對? 最後到這邊我就說 好 可是剛開始流行 那個燙不行的頭 其實有點 對我們有學過那一種 以前那一種 比較標準的能量 你會發現 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 對不起大家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要發那個 你有沒有要發那個 我自己就可以發 不然它會一直動來動去 好 好 那一種睡不行的頭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當初我們那個 卷子上完 沒有上的痕跡 張力不一 藥水上的不均勻起來 就是這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 第一次幫那種 那時候開始在準備要流行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試那個 你知道嗎? 我探完的時候會覺得 唉 想起感覺不太好 就是感覺張力有沒有 就是感覺張力有沒有 就是你會覺得說 是不是自己有沒有 有點過意不去 結果你幫那些客人這樣 好好看喔 好自然喔 好再看看 就是張力不用太一致 了解我的意思 唉 他就會很自然 很好看 好我們講的 可是因為 你會發現因為 之前都是一些捲度的東西 可是今年的財度 今年的財度 跟去年的財度不太一樣 去年的財度 就是很多是屬於火酸的 很亮 可是我跟你講 今年的都是換這種染膏 我會建議用固然 我也不會建議用火酸 固然會掉色 火酸呢 很掉色 對不對 我要相信客人 真的不會改變 不要試騙人 常常我發現很多那種 火酸就不了顏色 都是什麼都想到色 就好像自己洗泡泡藍洗完 跟你講說 你幫我換個顏色 我也很討厭泡泡藍 怎麼會討厭 你不覺得他卡色卡色很嚴重嗎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看他那個泡泡藍洗完 頭皮會怎麼樣 會掉頭髮的有沒有 我馬上跟他翻 跟他跟他分享出去有沒有 我再等他再等 我再等他 我剛才那個點子看到一個 就是他是寫什麼大陸啊 不過你還是自己去買那種紙髮刀 有 有 有嗎 有 可是很奇怪啊 紙髮刀不是在髮嗎 你說他一開始就往頭皮上塗了 對 對 他說好像活毛包 對 塗上去這樣子啊 沒有頭髮 對 所以我都給你來 你看你看 有了有了 你了解意思嗎 因為有一些人沒有在看這個東西 所以你知道你就需要到處 了解嗎 我都很喜歡把它弄起來分享 會不會在你的版面上 你確實可以來看 OK 好 那我們講的那今年的顏色的話 你發現 有沒有 都滿彩的 彩度很高啊 有沒有 暈染啊 區塊啊 都可以 只是那個顏色你喜歡 OK 你的彩度你可以接受 那就可以完整顏色 很多東西都不可以搭在一起 你都可以去搭在一起 搭完就覺得還蠻好看的 喔 像這樣子 如果是屬於檢查一般 還是會有點硬啊 但是我覺得就看情況 有些人適合陰性調 有些人不適合陰性調 什麼人不適合陰性調 臉型 沒有很優的人不是 五官不好看沒有關係 臉型好看就好 臉型沒有很好看 你就不能那麼硬 你要怎麼樣 輕一點的 柔一點的 就好像剪瀏海 什麼人適合剪瀏海 臉型不好看的人沒有關係 五官好看就好了 不是嗎 你要剪一個起瀏海 你如果眼睛一大一小呢 你剪完起瀏海 不是告訴人家眼睛怪怪的嗎 可是我發現現在很流行 年輕人啊 我發現現在很流行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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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好看的耶 不要以為是年輕人喔 近兩天在舞台劇裡面 有一個啊 也是四十級的老師啊 不知道怎麼看到這邊的 OK 然後有什麼 整個形狀啊 整個搭配起來 OK可以好看啊 像我想剪 都剪不到 我也很想剪的瀏海 但是我就剪不到 對不對 這都是我媽她的 有沒有 沒有 還沒我 很想剪 但是沒得剪 OK 所以說欸可以剪 你就剪啊 好 再來 有沒有 顏色上是蠻漂亮的 好 很多 很豐富 你可以只有在裡面一層 最好講的 我不需要剪枕頭的人 我可不可以只有剪某些地方 好 今年也很流行什麼 比方說長髮 只做髮尾子 不要這樣 去射在髮尾上 OK 為什麼 頭髮很重啊 為什麼會在髮尾 很簡單就是 你們現在的客人 年輕人 有沒有可以接受打層次 一點點就可以 去年 不是很流行 齊嗎 齊嗎 剪完齊了 不能打髮 不能剪層次 不能調亮 好不好 好啊 反正我剪一條直線 我不知道說 肩膀很強 可是剪完了 它會不會感覺 嗯 怎麼做不空 怎麼沒有線條 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你知道嗎 菜屋餅和雙色 你們記得嗎 那時候開始 你想剪完頭髮 然後是剪實的 實線條 又不能打薄 又不能調亮 結果效果是怎麼做 顏色才能改變輕重 嗯 就討厭嗎 我們的那種 頭髮 到現在還是一樣 女孩子嘛 頭髮這麼長 對不對 好 這個叫低層次 這個叫中層次 嗯 這個叫包層次 嗯 嗯 你知道嗎 你不能打薄 要很厚 很厚 很厚完 你知道 你知道其實為什麼很多 不敢打層次嗎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一剪完層次 它就變薄 因為我們拿的太低 你一剪層次 你發現變薄了 然後他就覺得 他不把你厚厚 所以他不讓你打層次 可是你會發現 他又喜歡讓你吹完 是很像明星一樣 有沒有 你沒有層次 而完你會覺得很難吹 有在裡面OK 慢慢的走呢 還是很難吹 對 所以很多女孩子 是想DIY買電包嗎 我很怕 我真的 其實我也拿他客人 常常DIY上電包 跟你一直講 這種客人你會發現 他燙過吧 你 千萬不要燙 冷 燙 如果常常 你自己有沒有 你都會捲到 不要燙 因為他的腳蛋白質 已經被他怎麼樣 硬化 你等他 但是我告訴你 那個頭髮裡面 都像他起來是 彈性疲罰 對 所以一段那種客人 我都願意覺得 燙什麼 熱湯 所以我們才會講的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 很喜歡燙熱湯 可是我常常問人家 你喜歡燙熱湯 你只會燙熱湯 那請問一下 如果你要燙把跟風 你要燙熱湯 是燙熱湯 為什麼 燙熱湯 為什麼 你髮跟風 你再怎麼樣 對 你要讓他髮跟風的時候 請問一下 你就算 這個選好了 請問一下 要不要放個羊毛在 通常因為是頭皮的地方 羊毛在 不是要放個兩三塊 好 注意喔 燙頭髮現在注意喔 我又看到前天 我昨天他在修文喔 欸 欸 不是燙完頭髮半年後 到去 又收到那個純正信函嗎 喔 說 燙傷頭髮 半年後的事喔 喔 還有記得 跟客人染完頭髮 跟他講說 欸這個會慢慢褪色喔 不然又要半年後 又要收到純正信函 他說 因為我染完頭髮半年後褪色 真的喔 我覺得現在髮型是很可憐 你知道嗎 半年不褪色 你半年會長長吧 喔 對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什麼人最多你知道嗎 阿妹人很多 呵呵呵 真的 很多 我有一個學生好 我有一個問題 他說老師我遇到一個課 你覺得我這樣子的解決方法是對還是錯 不行 是不是啊 好 跟你們分享 我一直以為這是我應該第一課 應該就只會聽過一次而已 結果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發現 沒有三四個學生遇到這樣子的路 齁 就這樣分享 由一個客人 到學生 從來沒有染過頭髮 第一次染過頭髮 大概染個五六度的康菲色 是不是自然 都沒有染過 他只有染而已喔 你染五六度是不是很自然 你問很淺吧 好 過了三個月後 因為沒有染過頭髮 是不太會對色 對不對 顏色是不是還在 可是三個月後 是不是長長了 好 他來了 他就想說 覺得上次你幫我染的顏色 好好看 或長長 如果他長長的話 你會在嘴上豬腳 長長長嗎 對 再染啊 哦 那長長你喜歡這個顏色喔 怎麼再染啊 你在染上是那個顏色 好 可是呢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覺得很適合我 可是我不想再染頭髮 那一般很小時候 那你不要染 那我補髮根 對不對 補髮根就好了嘛 因為顏色沒什麼褪色嘛 那張 張是那個 是OK的嘛 就補髮根就很好 可是 我覺得 我不再想染頭髮 那染頭髮很傷 好 那就 可是這顏色好好看喔 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黑色的那些剪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客人很多都以為 頭髮長長 是從髮尾長長 真的啊 真的啊 然後他聽到有點傻眼 說 小姐 不可能從 把黑色剪掉啊 你黑色剪掉不是掉了嗎 嗯 就是講的時候 就覺得他已經開始 開始跟外星人溝通了你知道嗎 有一點那種語言上 已經有開始隔閡囉 講老半天 他受不了 他就去拿一顆架頭來 擺在他的面前 有沒有 說你看 如果我幫你剪掉 他真的剪給他看喔 剪掉了 我告訴你 掉下來看 他說對啊對啊 黑色掉下來了 就把咖啡色放完 煮 旁邊的客人也幫我講說 妹妹也不是這樣子想的啦 對 然後他說老師如果是你的話 你怎麼回答 你該怎麼辦 我第一句話是說 請報警 如果是你的話 他就堅決就是 不要 他想說是不是學生沒錢 他因為他就是 長得很久 你跑著 幫你鼓然 因為鼓然一點點而已嘛 把你鼓然 我就收錢把他錢掉 因為把你趕走 下次不要再預約就好了啊 還沒才 還要趴給他 他就說 然後他就知道 他就是這樣子的演出 然後他就這樣子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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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兇他沒有發飆 你聽懂意思嗎 所以你是不是沒有辦法趕他走 因為他不是那種 有的是那種拖付我 你把我出去 OK喔 不是啊 不是啊 然後他問我 他今天剪就好 不要 沒有要攔啊 他不想攔啊 你去今天剪就好 他就是要剪啊 他不是要剪咖啡色的喔 他咖啡色要留下來喔 他堅決只要黑色掉下去 咖啡色要再拔根喔 那他就要是 你沒有要理解他介紹 他就要去點 就反正他移說的方法呢 他已經做了 可是他又不能 想說不能得罪客人 他說我都 說我不是要這樣做 他講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我就第一個擺姿說 你幹嘛打他 他怎麼做 他說 跟你講 其實這個功夫 你真的蠻拿的 蠻拿的 就是這個技術蠻拿的 喔 你學的學家 學的應該都有沒有 像是回家有沒有 那一個最厲害 專門在剪這個的 對 那一個是 我幫他做一次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你沒有辦法得罪那個客人 因為你 他現在想法 是不是整個已經打結了 你不知道得罪完 會呈現什麼事情 有沒有 我跟你講真的 我有聽過了 我上次聽完的時候 可是他確定沒有吃掉啦 可是我問他 他第一次來的時候是這樣子嗎 他說他不是這樣子 後來我在想一件事情 我們兩個在討論 我就發現 他那陣子是不是在考試 好像幫他做了 嗯 本身怎麼調理 在這邊 因為原來他們都覺得洗完頭髮 就是應該變成黑色色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我們 我剛剛這樣分享就是 可以做到 可以做的客人 我們去做 不能做的客人 我們就不要去玩了 OK 可是我們講的 像今年的很多色系的話呢 我可不可以只有在某些裡面 去做淺色系 對啊 你就不會感覺很傷了嘛 通常會覺得很傷是 我整個頭 可是有一些客人不是想壓不 不敢要太多 好 那你們就可以拿 有一點什麼 一點點 有很多啊 像 米娜老師你們知道嗎 他不是很長期在發尾吧 嗯 對不對 你都近點就是 你們這些是米 米娜 你們看過嗎 沒有 他們也沒看過米娜老師啊 對 對 他就是直走表這一節 洗這一節 用這一節 為什麼 因為他寫包裝 可是他只有這一層有顏色 OK啦 為什麼 他常常上個藍色 對色 他上個綠色 他再上個什麼顏色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這節我常常見的 所以就沒有了 好 這對有一些想改變 但是又不想整個的 好 那也是一個方法 改變的方法 好 來 有沒有 好 這個比較看不大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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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 有一些 歐美 我發現歐美性的人 比較喜歡在裡面做錢 你知道 就是 稍微洗一下這 好啦 我們講的來 有沒有 然後 正常顏色 他們 他們喜歡看起來是什麼 深淺 不用很麻煩 就是他會覺得用深淺的 就感覺有沒有 合法就變輕了 好 他們時鐘自然卷比較多 就好像現在客人不是很喜歡吃飯 是卷的 上完店包那種大卷那個很甜甜啊 就是你用深淺給他就好了 好 再加上什麼 你腰腰好了 嗯 很多幾點客人都喜歡吃飯 對 好吃嗎 好吃嗎 5 關鍵三關鍵包起來 有沒有這個的輕人 電包就好了 大把大把 然後腳下完就會這樣子 有沒有 那麽脂肠 就變成一個 OK 好 可是我們講的 顏色上是很分 是不是霧霧的 嗯 今年的色塵 都比較太亮 我們以往染的話 是叫光澤度 可是 你會發現 為什麼霧面感的東西 比較適合我們 是不是 我們亞洲人已經不是說謊 對 對不對 那謊的話 其實有一點什麼 有一點有灰 有沒有 有一點霧面狀的話 你會發現 反而會讓我們的臉色變白 要接是嗎 好 就叫我霧霧的嗎 那是一定要霧霧的 那一種的話 就是有 灰灰的啊 有時候不是很喜歡那種奶奶灰 爺爺灰啊 男生卵就是爺爺嘛 女生卵就是奶奶灰的有沒有 然後裡面有沒有加藍 或加紫味 所以我通常 我現在還蠻喜歡那種 灰色裡面加藍色 或是灰色裡面加紫色 或是灰色裡面加紫色 然後 反正 你就算那個什麼 霧染中的東西 好 好 這種的 就屬於什麼 那一種就屬於什麼 不一樣的 霧染類的東西 為什麼 色素嗎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看到類似這種的呢 都是染膏耶 染膏 我不要我的顏色 那麼的薄 現在還蠻有趣 你在裡面加那個 褪色膏 為什麼 因為顏色是不是 飽和度很高 它不要那麼高 它就會加 那種褪色膏 就是讓顏色看起來很濃 但是記得 你什麼情況最好呢 它頭髮是顯色系的情況 為什麼 你黑色的話 你是不是要改黑白哪裡色素 所以有時候太霧的話 你色成就沒有辦法很出來 好 稍微 這是冷氣 有沒有 是啊 霧霧的啊 這是我們現在流行講的什麼 星空色 喔 星空色就是染完什麼 紅色均衡的顏色 就是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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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一塊一塊一塊 可是妳說那時候複複的 嗯 像她的髮色 還要再藥 還要再拿掉 對 不能就這樣子直接做 她 對 橘是不是很爽 對 就是如果妳要到星空的話 沒有 就下面這個屋的那個 這個喔 對 八 呵呵呵 為什麼呢 嗯 所以她沒有什麼 橘嗎 他是不是橘還蠻重的 嗯 橘 這個還要再橘嗎 不飄 謝謝 蛤 不飄 謝謝會哭 呵呵呵呵 真的啊 對 可是我們講 現在在講飄 現在比 你在比賽怎麼知道嗎 飄完的靶子是誰的 對 不是嗎 妳要是飄完靶子不好 我告訴妳 很翻臉 妳是翻臉 妳自己都想翻臉 顏色上上去沖完水 什麼都沒有 有沒有看過 就是妳幫她染顏色染一染喔 妳發現去沖完水 一邊沖一邊開始流眼淚 是 到底要不要這個沖啊 那妳有意思嗎 可是妳今天妳的髮質越好 妳會發現顏色不容易流行 因為妳飄爛的代表她毛裡面怎麼樣 開了 開了 那妳開了的情況之下 她都不會關門 顏色怎麼穿不住 對 對 所以我飄頭髮 我很喜歡放那個 飄頭髮 銅子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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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不要加 當然不要加,它都還沒開門了 你起來就要去,你要等到幾次 我開始變淺的時候 比如說像這樣子淺的時候 我才會加 比如說這樣子我可能壓一下,一方 再淺的話我可能壓一個兩下 你看髮質的狀況 你去加多更少 那它加下去,它會反而 不要讓鹼氣過敗那麼大 先火嗎? 我會先火 它加在那個角度上 可是你角圓那個銅子是抹的時候 會在上角圓中嗎? 如果它很爛 可以比方說有一些髮尾就是很爛嗎? 可以抹在就抹 也是可以抹角圓中 對,但是不要脫 為什麼?我剛剛講過了 我通常會抹是抹什麼 比方說髮尾很瘦的地方 我不要它衝那麼快 就是離近均勻的 可是你想要讓它再淺一點點之後 可是因為髮尾本身 畢竟它就會比較快 有沒有 那我就會反而 它變得讓它比較慢一點點 因為髮尾不覺得 穿脆脆就開了嗎? 所以如果髮尾很難的話 我就問某一些在那邊 可是我還是會先給你們提出來 因為融子數畢竟是什麼? 融子數 有沒有 它會讓你的頭髮裡面的腳量難得 融子數難得什麼? 比較強硬一點點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有加真的有加 那我為什麼加 你們說 我說為什麼你要加在條粉裡面 因為我要去 我們講的 雙條粉它本來就是減輕膏的東西 你加在裡面其實它是緩的 可是我不會一開始加圓 就是頭髮中還沒有 把脈臉裡面是還沒開始蠻掉 你就會講話 你也很短耶 你就會很想麻 它很想麻 它會很想麻 你會看 你會不會吃東西 你懂得怎麼樣? 你就是記得你開得越快 你會吃越快 嚕死越快 然後嚕死越快 有嗎? 而且這樣 你們漂厝髮頭髮會 漂 第一次不夠會不會去沖水 如果你要髮髮捏的話 我建議不沖水 不沖水的 然後再漂第二次嗎? 對 所以時間會不會太長 不沖水 你有沒有發現 請問現在你沖完水要不要撥乾 誰累 你挑完頭髮 你要在三不二次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要去沖完水嗎 對 洗了一會再撥乾嗎 對啊 啊那個門就開開光光 開開光光 開開光光 沖完水 這樣啊 有時候不用洗 那如果是不同的沖完水 沒沖 但是你要把第一次 第一次你要先把 稍微把它刮掉 對 整個要刮乾淨 因為你如果沒有刮掉 你不要說我第一次到了嘛 時間到了 它不再跑的話 你要把上面的先刮掉 把那個瓢的把它刮掉 然後再上 沒有啊 你就把它刮乾淨 因為我太乾了耶 喔喔 你用比較滑乾 沒有我是說 因為你放著它也會比較乾啊 不會嗎 我跟你講如果瓢粉 你發現它變乾 代表你剛剛雙氧水不夠 你為什麼你知道嗎 頭有溫度耶 它應該會變成水 它不會變乾 聽到意思嗎 如果你乾的情況之下 你會發現你瓢了頭髮 不均 因為它的延展性滑 所以為什麼 有一些老師會教你們在裡面加洗髮精 有嗎 有嗎 有吧 比較滑吧 對因為什麼 連洗髮精有延展性嘛 比較滑 它會讓你的什麼 它會讓你的什麼 頭髮的那個延展性比較均勻 我個人是比較不喜歡一直去沖的 皮 除了我這個頭髮一定要感到很悲心 不管你上幾次都要沖 除非這個頭髮要很淺 對 比方說我上了兩次我覺得 欸 它就好像到一個程度了 我才會去洗掉它 就是我盡量會減少我洗的 洗那個沖水的那個次數 老師你會拿到你要的標準之後再沖水嗎 還是 中間 中間我中間 比方說它可能跑到很橘黃了 你就覺得它不在動了 那可能就代表什麼 因為剛剛裡面的東西很多對不對 嗯 那我回去沖掉 我又會重視把 Russian髮也提出來 讓她的 descri back 再緩和一下 再上 就是我覺得它真的有點不太略動 可是有些頭髮幾乎都ok啊 所以的話 Gi man現在的頭髮 現在這麼功的是 掃除的頭髮 Nee 寫懂的吧 你掃除的情況是這樣 你一直開門 因為記得只要濕濕的 它就是開門 破竿呢 表管呢 кого和破竿呢 你可以然後喊 overexellen 為什麼很容易壞掉 通常 我的瓢頭髮的話就是 除了我覺得它的那個 那個橘黃已經衝到一個底下 有點不太動有沒有 然後不需要你 因為你一直重複的時候 它裡面還是有東西 所以變得有點累積在裡面的話 我才會去洗 我才會去洗 可能比如說我瓢頭髮 可能我中間只會洗過一次吧 對 然後你會發現其實 你不要一直去洗 順便瓢起來 我個人覺得髮質的柔軟度會比較好 也比較不會那麼乾髒 那當你跑了越多次 我後面抹的東西就越厚了 那你就把它包在包裡再上去 那時候你就不用上了 你就直接加在那個 那是記得喔 是你冷好了 你要捏時也在壓頭之中 不要把它弄很久了 都拿著它去用 因為童子式的話 是不是有一點點濃濃的 很稠稠的 你這樣的話很容易破在裡面 你要 因為瓢粉本來就跟重量水 所以本來就不是那麼好攪嗎 不是說你要多攪幾下嗎 它才會均勻多才會 因為顆粒的關係嘛對不對 雖然是粉狀 它是會有一點點嘛 你要先攪開完 就好像如果你要加洗髮筋 也是你整個腳均勻了 你才能加洗髮筋 你不要一次就都三個好下去了 那會這個東西黏多 這個東西黏少 那可以嗎 但是記得 只要有標本 就一定要有什麼 雙兩水 一個叫繭 一個叫酸 酸 你單用一個都很不好 我曾經有遇過這個啊 我問你會不會調 就是調洗的 因為我跟他講說 你趴在後面啊 因為有一些調洗就是怎樣呢 頭髮抹太多東西 你不知道是抹什麼東西 油油的有卡東西有沒有 或是常洗那種 比較偏像雙消洗髮等等 那種的啊 那是什麼東西黏一片開的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調洗 調洗的最主 如果你是躺在那邊飄洗 不是坐著的 就進一個東門 就給我膨脹毛一點 那你在飄洗當中的話呢 你就是要 你不知道飄洗嗎 知道啊 有時候頭髮很油的話 你也可以飄洗一下喔 不是 雙氧水 調粉 加6%的雙氧水 調粉 不用加太高 好 腳開 腳完了 再加洗髮接頭 脫開 再加一點點水 一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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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躺再沖水排 頭髮淋汁了 然後去洗 這種漂洗 我跟你講 你不會覺得他 他顏色不會變淺 但是記得 請你戴上 洗手 好 覺得說 喔 裡面的加洗白金 然後浮血 然後一邊洗一邊罵我 然後你看 因為很痛啊 廢話 油漂很當然司機啦 你戴上 然後你去洗 洗頭髮 不要戳頭皮喔 因為你要去洗 要什麼 頭髮怎麼 油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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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都沒用 有時候戴一下 戳一戳戳一戳 大概洗一下 等一下下有沒有 你去 你充滿水 記得充滿水 只要一個感覺 就是下 有色 代表他毛巾就開了 如果你發現充滿了 他還不是 就在想要看他 看他的頭髮 你都用漂粉的 怎麼可能的 那我剛剛講說 為什麼一定有漂粉腳下 穿鳥手 我真的會 會會會 你就挖去表情 表情完起來 不是要撥乾嗎 奇怪 為什麼發現手都撥不乾 然後越撥 我的手越癢 我幫忙他撥嘛 這個頭髮怎麼撥都撥不乾 就是踢踢 你知道嗎 很像去玩海邊 就是不是 黏黏的 然後提提 對對對 然後怎麼撥都撥不乾 然後我發現我的手 越撥越癢 越撥越癢 我說你剛剛怎麼用的 有用 你用漂粉嗎 是啊你有沒有種 我就漂粉加洗髮精啊 加水啊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加雙氧 他說 我想說雙氧不加 是啊 那你請問一下你漂粉 是不是高點 漂點嗎 反而更上 OK 所以你們有時候用 留意一下做顏色的話 老師挑洗不要洗太久 要不然會退色嗎 不會 不會退色嗎 一中間他也退色 你整個十分鐘都不會退色 因為你要洗頭 你要不要先把頭髮沖濕 啊我是不是說 我那一碗裡面是有加水 不會退色 不會退色 你整個一天夜可能會退一點的 大概兩次剩 那漂洗只是怎樣 開毛眼鏡而已啊 嗯 喔 不要把漂洗當成他是漂 但是我不會跟他人講漂洗 我會跟他講說我幫你做一個 深層處理 因為他真的不是漂 他不是顏色掉下來 有沒有 然後他只是要開毛眼鏡而已 可是你如果去坐著 坐著 加洗髮精 你會發現裡面他是不加水的 那坐著用漂粉加那個 雙氧水跟洗髮精 是因為 我剛剛講過 因為你有加了洗髮精 有的會告訴你他的延展性有沒有 都比較好 都比較好 那個他就會退色 因為你頭髮是乾的 那個頭髮濕的情況是這樣 OK 好 沒關係 有問題 問出來我好習慣 好 好 吃吧 但是記得 這個 千萬不要把它切一塊 這個 會很像101通過的那個壞 你有發現他是不是都過來一點點 人家他是切斜的一點點 千萬真的不要很 我看過真的 很正中央 很正中央 然後兩邊的眼睛完全是不對稱的 你知道嗎 有發現他是不是有點過來 有過來 有 三七六四都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五五 我有一個口頭髮 就是 五官更正的人可以五五分 一般想修飾的話是什麼 六四六四 最長是什麼 三七分 現在流行二八分 只有人一種人會一九分 一九分邊 單邊流藏 上背面而已 對 一九分邊 單邊流藏 上背面而已 一九分邊 單邊流藏 上背面而已 不是要打包是一種性能嗎? 我們想法都沒得打 看起來很大果對不對? 因為我有自然覺 不然我都要摸起來很爽 喂! 然後我就噴點粉 OK 所以記得不要中分喔 可是你一定要做到顏色落差那麼大嗎? 你說不需要啊 你可以比方說一個帶有一點咖啡 一個帶有一點咖啡紅 有一些它會噴到這邊來 為什麼呢? 就是它可能過來這樣蓋三七 它可能平常大概二八這邊 它可能噴到這邊 它就平常它會把這邊噴過來說 它是不是只有這邊有顏色 它如果想要讓它再明顯一點 它就會再把它噴三七 那你覺得什麼? 可能它平常是噴三七分的 平常會噴在二八這邊 就是這個地方 對不對? 然後你是不是 你如果要它這個地方 顏色是屬於 只有這邊有顏色 它就把它蓋過來 蓋過來上面是不是 是整個是一樣的顏色? 是 只有下面 然後如果要想特別重 它就把它都回顏色那一把 但是這樣講 如果有油海的話 切換記得不要很正中間 還蠻酷的 還蠻酷的 齁 然後再 一樣 很多還是會喜歡那種灰掉性的啊 木褲的啊 灰裡面就是有帶包括了藍燈子嗎 藍灰或純灰嗎? 或者是純灰嗎? 可是我們 你會發現我們要染到銀灰的話 比較小 有一些你可能看到有 可是我告訴你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染到銀灰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染到銀灰 你通常會染到銀灰 代表你頭髮被洗得很乾淨 可是我們亞洲人 因為裡面的紅紅色處蠻重的 所以比較不要怕 尤其是矽頭髮的人 你有沒有發現矽頭髮的人在表頭髮 跟深頭髮的人在表頭髮的人在表頭髮 兩個就不一樣了 たもる 越粗硬 有沒有 越硬的那種啊 越黑的那種 你發現再表頭髮 剛開始再表 它動得很慢 可是它到淺的時候呢 欸它就蠻漂亮的 越一直淺一直淺 而且淺的很乾淨 最討厭的矽頭髮的人 就是淘汰不來的紅紅色 你有沒有發現它在表頭髮的時候 跑得很快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它橘黃 橘黃的時候 你一定被他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矽頭髮矽的 代表 你有沒有發現它看起來沒有那麼黑 有沒有 代表它有一種紅紅色處 有沒有 所以這樣比想 小孩子說 紅毛啊 紅毛壓迫有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OK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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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齁 紫灰紫灰的啦 好 近的 只要到 只要到 只要你要染紫色 通常想讓紫色出現的時候 好 肌底下有點顯露 所以你會發現 比方說 六二染過兩 點二那一 嗯 嗯 有些人說染紫灰紫灰紫色 嗯 對不對 好 因為藍重 你藍越重的 它染出來 你今天是黑色頭髮 它染出來就越深 如果你想要點二 讓它比較明顯的時候 你在裡面可以加一點點 你的紫會提的比較出來 你會這樣出來一些 你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 你頭髮黑嘛 然後 點二 我們點二藍重啊 那你本身藍是不是就深色了 所以你會發現它整個很重啊 那紫 你在 我們講的你在裡面的話 再加一點點紅的話 是不是會 我們講的 紫色什麼 喬出來的 藍跟 跟紅 你有意思嗎 所以你可以在裡面去加一點點紅 你的紫會提的比較出來一點 會比較淡一些 很好用啊 試試看 但是當然是 你的紫 你的紅加太多啊 那就可能是偏紅比較重啊 可是你稍微加一點紅 也就是讓它怎麼樣 提升它 讓它的藍怎麼樣 變什麼 淺 你可以試試看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Sorry 你只要用一張紅線嗎 我今年有沒有東西啊 很麻煩 每一層都不太 每一片都不太 每一片都不太 每三五啦二四六 我們要跳來跳去有沒有 可是你收費高一點的話就來吧 我就這樣 我是說收費高一點 跟顏色多層嘛 那如果沒那麼高 就少層一點嘛 然後就是 到底一些什麼 不是說你少層它就變不好看 變不一樣的樣子 譬如說很多層都煩 你要它裡面有顏色 你要很多層嗎 上下兩層一樣的 中間一層不一樣 它是不是就 掉了 這些意思嗎 然後當然這也是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這個技巧 你會發現它有升到潛 升到潛 你要上潛還是下潛 通常看哪邊 對 如果他這樣這樣的人 你上面就不能太潛 頭尖的人上面潛不是更尖嗎 通常是比較這邊比較扁的人 你上面潛一點 因為你可以拉開嘛 通常我們 我發現我們會潛的話 通常會在哪邊 很多都會在放在中間 這裡發生什麼 因為後腦不扁了很多 尤其阿嬤帶大老鄉更扁 你阿嬤帶大老鄉更扁 臉會大 後皮 後皮 後之後 OK 就是你這邊的地方 你要它寫 我們講的 就好像飄染東西一樣的 我希望說給個手法 你們去想 比方說我放在這邊 我為什麼放在這邊 他頭扁的 我就放在這邊 那他如果頭很尖的呢 我這邊放在這裡 通常頭尖的人 是不是這邊用窄窄的 對 對喔 因為你這邊很窄 你是不是這邊就很尖了 那我是不是應該放在這邊 因為我把顏色挑的 顏色放在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裡面會膨脹 這邊應該壓重一點 讓這邊膨脹這邊壓重阿 然後當然是 就是如果你有兩個腳 頭在爬上有沒有 你如果 你如果有兩個腳 腳在這邊嘛 那你顏色會放在這邊嗎 一定什麼 躲開嘛 一定是這邊前 這邊伸嘛 為什麼 壓重這邊 撿起這邊嘛 OK 你怎麼樣去得出 你要的一個方向的效果 OK 然後這邊 這個可以跟大家講 這個方法 它本來可以是分 1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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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不是我們撿不起 客人沒事動一下滑個手機 人歪一下撿出來一站起來 嗯哼 不錯 不是嗎 所以我們想 我剛剛講嘛 騎的是最難撿的嘛 那我們講的 那 比較複雜你看到複雜的東西 可是我們可以用這種比較簡單的方法 去轉一下就OK了 好 來 等一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這個 還蠻好玩的 好 剛剛是很多冷色系的 這就是比較暖色系的 有沒有 可是我跟你講 有些人這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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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上面這樣 有一些筋 有一些筋 接法的顏色 你不用組織了 現在接法的那個 有顏色的啊 你只要把上面來組織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顏色很 很均勻的有沒有 可是你發現上面的地方很高的啊 很不容易組織的 很不容易組織 你不知道現在廠商直接 幫你打出這整個感覺 現在接法 廠商直接幫你打顏色了耶 而且你要怎麼樣的 你要漸進 你要漸進一段的還是兩段的 三段的啊 要幫他 幫他做一段 然後 幫他做一段 他的東西是做什麼東西 對 難道 我可以告訴你們介紹嗎 會褪色染膏 才是好染膏 千萬不要玩褪褪色的東西 我 我 去年 那道路上 上次一樣東西 不然 酸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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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 黑色頭髮不用黑 就可以來出藍色 很藍喔 直接塗上去 就跟那個瓶乾那種一樣 比較深一點點 但是就是藍色 就是那種瓶乾的藍色 你看看 保鮮底染上去 你二幾天不褪色 當天染完 你用洗髮精去幫他洗的 不會有顏色 這代表這個事情 他一輩子都不會褪色 你懂嗎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說褪色怎麼樣褪色怎麼樣 你有褪色我們才能換色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有些很不褪色 就是裡面加了什麼 你知道嗎 酸性藍東西 就是他在染膏裡面加酸 酸性的東西 他就會延長他的時間 可是我們講的 你色素殘留越重 你要改顏色就越難感 我跟你講 漂 都漂 有一種東西可以漂到非常乾淨 就是你漂完頭髮 沒有 漂漂漂漂漂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好像我們講紅色嘛 漂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是不是不會漂 尤其我從之前拍很多啊 像我染上有酸染啊 是不是漂紅色 配完之間等等的 他不會退上 但是有越多喜歡可以退上 我這次沒有想到染綠啊 然後我就 還好只是挑染而已喔 我就拿起來 我就只針對綠色那個一直在漂 他從比較深的綠 大概變中綠 淺綠 淺淺綠 淺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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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發現說 他直接上色他很好用 但是 後面怎麼辦呢 有一點嗎 真的漂到 我公司幾乎很多人我會過來看 欸很厲害咧 上次三點爆酒的顏色出現了耶 對啊 他就不掉啊 你知道嗎 所以卡色的東西是很好的 沒有解嗎 所以我都會跟客人講 你如果這個東西都在你的身上不複色的話 那這代表他因為我也害你 好 客人會不會喜歡問一件事情 講完都把他可以撐多久 我都問他說那你打算 你覺得多久還是準確的 你想撐多久 你覺得這樣子的話 他可以生活嗎 比方就是這樣子 一般是正常 你不要跟你講半年了 好 你會這樣 像是日中有時候大概兩個月 一個月或一個月 大概這樣 就開始掉色了對不對 沒有正常啊 對啊 比方說好啦 半個月好了 這半個月 啊才半個月喔 好我放得很難 我真的讓他很久一點 會撐三個月好不好 一個禮拜洗一次 本來啊 你不知道嗎 我們頭髮的顏色是用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以洗髮的次數啊 你洗的越多 它是不是油濕的越快 啊你越不要洗頭 你是不是就越那個 所以你會講 突然講那種揮盒 我會講說一個月不要洗 我告訴你 我會跟他講說做業時 對啊 對啊對啊對啊 有些意思嗎 有一些客人 有一些人 很喜歡早上洗褲 這樣洗褲 然後呢 你真的確定 他會乖乖的叫你 用你說的洗髮間洗頭嗎 我們試問一下哈 這位你們家的地式 有幾坪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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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坪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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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半坪吃嗎 沒半坪吃 都一整坪吃 一整坪喔 OK啊 不是只有我們一個人住吧 你如果 像我們一個人住 沒有 沒有 沒有到七坪 因為這個廠商也拿給我 那個廠商也拿給我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又跟家人住呢 小孩子他喜歡的什麼味道 喔那個流行韓風那個什麼 洗髮精什麼去買什麼的有沒有 你看喔 你了解意思嗎 尤其像我上次來的一個 一個資深美少女 然後他就是染那種咖啡齁 染完的時候呢 大概一個多禮拜喔 他女兒是我的客人嘛 然後他就這樣拿來的 然後他說 他怎麼這麼褪色呢 他想說不可能啊 我用的是擔 擔 擔心擔膏啊 而且他也沒有什麼 表頭髮怎麼可能會褪色呢 結果你知道嗎 明察暗榜之下 他拿他女兒的深層洗髮精在一起 因為 為什麼 有一些頭髮不是 他頭髮比較細嗎 他覺得小小 小小 然後小小 雖然是澀澀 可是他覺得吹乾嘛 那頭髮會怎麼樣 鬆起來 他就覺得喔這個頭髮喔 你跟他講的那一瓶洗髮精什麼 比較滋養的 他覺得阿這瓶比較重 阿這瓶比較貴 阿這瓶比較貴 那那瓶比較不容易 因為 深層洗髮精不常常用嘛 一般我會叫客人擺深層洗髮精 就跟他講說你大概 五二 五二 然後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洗一次這樣 阿這瓶放在哪裡 就問他 他想說阿沒有 我想說那瓶有 放很久的 都沒有洗的 我想說這個貴貴 我想洗那瓶子 那瓶子 那瓶子 了解嗎 但是因為平常暗房的情況之下 他才會說 你說客人他真的會跟你講說怎麼樣 要解我意思嗎 OK 所以記得做顏色 你要先跟他講好 這個顏色容不容易有什麼 那你要久的話 那我通常跟他講說 有一些會真的每天洗髮 我想說那你就要趁一下 我染了一個 有一個客人 他真的每次在染 大概都是四五個月一次 那才會這樣 他說我真的很早醒 那有意思嗎 我真的很早醒 OK 你們想不想修理一下 好 要想上廁所的 我還說他倒了耶 幫助你把顏色再拉回去 第一次來 我先把他加 我說後面持續的保護顏色啊 一條一組喔 我裡面有顏色 你只要到這樣子而已 你聽懂我意思嗎 你聽懂我意思嗎 那那個髮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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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他那種顏色 也是要比較好 就是要洗色 那個 就是要浮染怎麼洗色 喔 當然一定啦 我跟你講 浮染的東西 你都把黑色 沒有感覺 對 對 你剛才在跟他說 黃色紅色 按下去就變黃色 對 我就跟妳講說 妳剛剛社會上講說 顏色淺淺的 我們做浮染 浮染是比較容易對色一點點 嗯 妳跟他講說 妳最近 回來做浮染 但是我 讓妳浮染完 妳顏色還保持在呢 為什麼 在浮染裡面 加顏色 對 對 就是 比方說他髮質不好的話 妳是不是會做類似那種 腳緣 我今天在腳緣裡面 加了很困難 對 對 那我每次的腳緣 可能 腳其實妳說 它會有多少 沒有 我現在裡面 可能是倒這樣子 真的 妳顏色現在就好 會很傷嗎 還好吧 就只有這樣 對 對 就是這樣固然的 然後加在布把裡面 妳告訴他 我幫妳把顏色拉久一點 像我剛剛問他一個問題 妳今天如果是 染完頭髮 過染完 妳現在真的開始退色 妳要不要收錢 收他會覺得太快 不收對我們來講不可能 可是如果今天跟他講我護髮 不會吧 可是我護髮裡面 妳每次護完的顏色 還是很薄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我幫妳用分架 這樣子的東西進去 因為老師妳一次收對 就看妳護髮收對多少 就是算護髮的錢 對 算護髮的錢就好 因為妳 戴的那顏色直到一點點而已 可是他覺得我貪掉啊 妳懂意思嗎 因為妳要讓顏色持久 我說我幫妳護髮裡面再加 讓妳顏色下去有沒有 讓妳整個護染的那種顏色 持久 但是光澤度很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 但是我們的成本不會讓她很多啊 妳懂我意思嗎 可是妳會讓他覺得 說我幫妳講 他覺得妳看得到 我用這樣教啊 老師妳說那個 褲子 那個小鹽蛋白 什麼是褲子 沒有小鹽蛋白加 加 SP 加SP在裡面 妳要什麼顏色嗎 對不對 我就加什麼顏色 可是她說她那個頭髮很淺的那一個 其實染色就沒有啊 妳有沒有發現 越淺了頭髮 就算妳染頭髮染完了 染紅色 它是不是很容易變成橘色 對啊 因為妳顏色按不住嘛 對嗎 可錯 我在染 比方說我在染膏裡面 如果她顏色是淺的 我要染紅色的 我會在裡面 我也會加紙 因為它是神 它會拉出它 會勾出它 對 所以妳要跟妳說 一樣那個個人不染 用SP對不對 那是不是顏色很容易會 就在裡面加一點點紙 那髮跟紅邊加紙不用嗎 她顏色 妳的髮跟黑的 什麼顏色都可以用 妳不把頭髮改變不起來 妳要講顏色 髮跟毛顏色會有 完全不會有 因為髮跟它就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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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先處理髮跟它 對 妳要先處理髮跟它 可是妳髮跟處理好 妳說髮跟它推到頭髮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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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啦 幹嘛那麼複雜 那很複雜 對不對 因為妳知道染膏它吃不進去嘛 因為 然後妳會發現 妳染膏下去要是不是充肥就沒有了 變橘色 對呀 變橘色 因為變橘 那就是為什麼妳知道嗎 因為本來妳的頭髮淺 妳紅色 裡面就會變成紫 因為裡面的黃很重 對 我們頭髮黃很重 所以妳頭髮顏色是淺的情況 妳放紅的 它就本身就會變成什麼 橘色 對 所以為什麼我家裡加紫色 所以要不要變紫色 紫色 如果它很淺的話 我會先讓它深一點 我會先多一點 什麼 它剛剛只要洗了一兩次 它才會看到什麼 黃會出現 如果說死的黃跟紫就是二 二左右 嗯 那我剛剛講的啊 那 後續的護髮 我就是加一點點鹽大就好嗎 根本不用加多啊 可是它每次洗完 我覺得鹽大毛就是 欸 就護髮裡面 它覺得它有顏色在 然後有護髮效果在 妳覺得它接受不高嗎 嗯 而且妳接受 妳妳 我跟妳講 它會覺得妳給妳去一點嗎 嗯 為什麼 嗯 那妳怎麼加那個 對啊 因為我要讓妳顏色吧 然後要再跟妳加那個 它就散了耶 聽不懂嗎 我們去買東西不是一樣嗎 有沒有 買東西送的東西就很開心 OK 一樣嘛 妳好像給它 這樣它是覺得它是什麼 妳在送它這個東西啊 OK 喔 好 來 我們講的 比方說像這種的啊 當然是顏色越淺了 對色度相對就越怎麼樣 嗯 壯 攬高就是一樣的 攬高號碼越高 代表積色越少 積色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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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變的道理 因為我要顏色做到那麼淺 我的積色還那麼重 它就不可能淺了 而且有意思嗎 所以為什麼號碼越高的 你的眼睛真的就越少 齁 好 對 有沒有 超漂亮的 我好喜歡上那個眼睛 對 對 很漂亮喔 要躲起來 呵呵 都會是吧 跟妳講客人都會 他以為黑色是直接打完 對 那樣子 真的 他做了很久 很久 齁 有這麼講嗎 可是妳有沒有發現它是弄霧的 對 對 這代表妳要這樣 對 蛤 蛤 因為霧就是沒有光澤嘛 對 那攬高裡面就只有灰色是什麼 對 它就是沒有色塵 它沒有色塵是因為它把所有的攬高的亮度拉 把它變成暗 把它變成暗 就 躲躲 今年反正我們講話就是流行作色 有沒有 剪刀一剪刀 蠟燒蠟燒蠟燒 然後 妳的顏色要紅 我的顏色本來就是淺的 我就不能用太深的灰啊 可是如果顏色是重的話 妳用淺灰它壓不過 比方說 好 1.1嘛 對不對 我如果今天是淺色系的 橘的 妳能用很深的灰嗎 大概7.1啊 9.1啊 都OK啊 如果你這麼淺的顏色妳用到5.1 它是不是可能就不夠淺 就是所謂的深淺 是以妳這個顏色的深淺去加 比方說如果紫色的時候 我有時候用到5.1、6.1啊 有時候灰加多一點 灰加多一點 紫加少一點 它就變成妳知道嗎 藕啊 就是那種橘色 那個灰紫灰紫的 就是我如果本來我的灰兩等份 紫一等份的話 它就變成藕啊 如果我要紫很亮的話 那我的灰就少一點點 我可能兩等份的紫色 一等份的藕 就是我們講什麼 其實染膏都是這樣子玩的 你加多加少 現在很多人為什麼不去加來加去 因為顏色是調的 我不可能幫你調出一條是這樣的顏色 為什麼 每一個人的把色色都不一樣 多少是不是我去運用多跟少 你們會喜歡用加長色嗎 其實加長色很好玩 對啊 對啊 如果有綠色 就加一點點 它就變成淺色 就加一點點灰 欸為什麼很喜歡加灰有沒有 對啊 就變成那種酷的啊 那種的啊 對啊 就是這樣子來的啊 然後我們講的是 因為妳的量的多少 多少是在於這個顏色的色成的多更少 這樣比較好 不要把它複雜 我們很多人喜歡複雜 其實妳可以把它簡單一點 那我才想說 為什麼用一些加長色的原因就是 比方說很多人喜歡染咖啡色 有沒有 有沒有 丟咖啡色下去 可是有沒有發現 有些人打完頭髮 一部奶杯 瞬間的咖啡 都會第一碗被吸引 很多啊 很多妳發現 只要丟咖啡色下去 都會變成種咖啡 咖啡紅 可是妳不想要紅的有沒有 怎麼辦 這樣會引完 這樣會因為現在流行 對不對 如果 妳要讓它比較過癮的話 那就用點衣就好了 點衣不是會不會的嗎 對啊 如果一般女生丟咖啡色的時候呢 如果 這種頭髮很難變紅吧 加一點綠啊 因為綠會去衝我們 衝我們頭髮的紅色出來 對啊 加長色就好啦 可是剛才說會很綠呢 妳有沒有發現 有時候妳比較脆 比較燙的也沒問題了嗎 妳懂嗎 可是妳有發現起來的咖啡 是什麼 很冷的咖啡色啊 看妳家的不會真香 綠色很難染嗎 對啊 我常常用那個 那個什麼 如果黑色沒有染過的啊 妳就直接拿藍色 加強色的 然後就要變綠色了 很漂亮的衣服 那一條那個 BCM啊 蛤 對啊 就BCM啊 就是那一條藍色加強色啊 很黑的頭髮妳加12%雙眼 沒有很黑的頭髮妳加12%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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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是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間帶出來 跟什麼 藍跟藍跟藍 紅 黃 藍 紙 瑚 黃 跟藍 所以 我現在放個藍的話 妳裡面不吃 13 cent 然後妳用褫擺它 Pikachu 它是炸髮嗎 拿出來了 妳的變什麼 綠色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欢那种亚麻绿吗 生生的做法吗 你就不要用太高啊 你如果要整个是绿的话 你不要用10个就这样一块 你可以丢一些这样子 其实都是这样玩出来的啊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9%而已呢 如果你很黑的话就用12% 如果搅拌搅拌的就9% 如果再浅一点的话麻烦你用加强率 好吗 再浅一点的就用加强率啦 加强率是 GCM GCM吗 对啊 对啊 然后GCM然后加一点 我不会只有单用GCM 我会GCM然后加一点的 对 没有因为你一定要 因为它叫做单纯色素 它 它不会 不是有东西 因为它里面没有激色 它充实它就慢慢掉了 就掉了 可是为什么绿色不会掉 我刚刚讲因为它是对充色出来的点色 可是一般如果你要染 你不要直接拿加强色来染 你一定要加染 你知道吗 所以比方说你刚刚讲那个要红的话 你就是红色的 再加强红 再加一点点纸就好了 为什么我不喜欢加蓝 因为有的蓝加太多 它就变得太深 如果你没有纸 就加蓝 就两个你可以去互加 那就不要多 那你会发现你染不了红了吗 很好 其实我们亚洲人 你会发现蓝带有点点红色的皮肤还蛮好的 要么就是带冷 有没有 有些人不喜欢冷掉啊 有点暖掉是肤色会比较好 所以记得这一系列的颜色都是属于 就是大量的啊 彩色度高的啊 能接受的我们就完了 好我一样啊 我还是会跟你们讲 诶想说这怎么回来 我们可以去讨论 我不要那么浅 我可不可以用染膏 一样去玩出色情的感觉 了解我意思吗 我一样用一样的方法 我只是用两个不同的方向都去认识出来 我这个我可能用什么 SB嘛 对不对 然后我如果我的客人会帮我接受的话 你不会一样 你可是你喜欢很挑染的方法 你会用两方式得出来 东西的啊 A可以等B也可以等C 有没有 你怎么去玩呢 你怎么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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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我讲的 很多人白发 头发越多白发的人 不应该染 对 长出来越白 有白发的人 你染得越浅越漂亮 因为你发现他白发就有点强 可是他是白发不过啊 对 可是你 你的旁边的黑色都变强 嗯嗯嗯嗯嗯嗯嗯 头发越多白的越刮的人 你有没有发现你染得越黑 长出来 黑跟白是不是非常的脆 嗯嗯嗯嗯 那我干脆也把深的变成浅的呢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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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就是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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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一些人可以觉得 我感觉很黏黏黏黏黏黏的 车出来 那有一个就是 一支杯湯 我就可以放到那裡 救命 那个就好死 有啊有的就是 你刚好有時候突然会有一根两根站起来嗎 会跟你讲 唉唉唉唉 这种合护 好 我刚好直接拿电脚 咋掉我 可是我们讲什么 有些是很在意白发的 哎 你这 你們有用過那隻嗎? 上次我覺得還蠻好的冷 轉白髮髒 是不是透光? 欸 透光不真的 其實我覺得啊 染冷色的比較會透明 藍色? 冷色? 對 冷 可是如果染暖遮掉 都沒什麼聲音 跟講任何一染冷像 冷色的都會透明 可是他還要看頭髮的白髮 他會透光的那種 也是這樣 有一點紅色的 這是我的頭髮 好 這是他表現的事情 他的頭髮是處理的嗎? 看不清楚 那 表情 我先拿表情招在這裡 為什麼? 你不要以為白髮很好過色 我告訴你他的門關掉 他把他把東西給我 人家只是門 按了就開 你也有鐵門這樣 如果我說白色 比較不容易過程 最好是先飄洗過 你試試看 那本來冷色調的通常就會 因為冷色調裡面嘛 就沒有那麼多暖的東西嘛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冷色調 可是有些人喜歡冷嘛 可是你沒有說 你放那種 除非暖色調說 東草幾乎都 好像是似乎都OK 沒錯嗎? 白髮有白髮是三次嗎? 欸 似乎是白髮是七次 對 那是不是有 我們的雙羊是 用他來選擇還是 當然有 是不是要一看他 其他的白髮來選擇雙羊的手 白髮越多 雙羊越高 雙羊 蛇嗎? 不要啦 蛤 他怕死蛇 沒有 但如 其實啊 很多人都說很麻煩 老師你有結婚法 也當一次過色有 蛤 蛤 為什麼呢? 你一次都這麼簡單 請問一下客人自己 遞阿花哪個去的 對啊 他會來找你 就是因為他有心的手 會難過 通常如果遇到 有些影響的那種白髮 比較抗拒性的白髮 我會 兩次的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六趴的雙羊手 只能膨脹 你太健康了 他根本就膨脹不了 所以呢 先用九趴的下去染 先用高雙羊去幫他染 染上去呢 可能20分鐘 對不對 你再調六趴的 再蓋一次 先用九趴的 好 嗯 我的話啦 我都會怎麼用呢 我有時候會用 欸 色 謝謝 如果很白的啦 如果沒有很白的 還OK的話 我會用五度的咖啡色 五度的咖啡色 如果比較白的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也要試試看 五度的咖啡色 或者是不是有一個 那個 那我寫一下 那個 等一下 我是不是你說的五度是五號嗎 欸 是的 五N 五號 就是很白的時候 嗯 也沒有到很白 40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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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試過了 都還OK 40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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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先用五N 就是五號對不對 積色五號 用九趴 先枕頭人 然後 20分鐘以後 你去找你要的那個顏色 但是 你不要找號碼太高的 顏色大概五度六度左右的 因為你白髮越多 你的肌色就要含長越多 對 對不對 頭髮比較暗 出一二 也是這個 也可以 對 反正先用九趴 為什麼 九趴 你把五度放上去 原因就是 你先把黑色的改成 咖啡色的 然後 白色的 它是不是會塞進去N 七色 把N色去塞到白色的 比方說我先這樣子 然後呢 我用最簡單的配方 再用一個 比方說 445 4.45 或是566 用六趴 再蓋一次 不要沖水喔 20分 第一次20分 用雙羊水的時間 9趴 就是一定要等20 其實9趴 你還等40分 可是它20分鐘再沖水 你只要等到沖水就好 20分鐘到 再用你的顏色再拍上去 就到這裡 老師你用點五跟點六 是屬於紅色系的 都可以 我是說比方 如果是咖啡色系 你會用 你可以 對 對啊可以啊 可是攔起來的 對啊 就是會比較那個 對啊 不是客人要的那個感覺 那你要不要試 我 因為五三 它的三是不是黃 對啊 對啊 金色比較多 那你 那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這樣子用 因為我是先把黑色的改成咖啡色 對 我們以往是在裡面會加什麼 2N啊 3N啊 2N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你的顏色是變得更長重 對 可是你的頭髮已經變成咖啡色了 當然你下去它還是不會比你要的還更深一點點 可是是什麼還有顏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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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用 所以在幹個六趴的就是幹顏色 對 我是用 那就是像雞色3 然後加蜘蛛色 然後蜘蛛色 然後蜘蛛色 嗯 嗯 我真的有感覺 就是用雞蛛色 對 然後加蜘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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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加蜘蛛色 所以老師就會加蜘蛛色 結果 結果 那個第二遍 你也可以當個再加六趴 就是第二遍這樣 對 你要蜘蛛色 對 而且師父這些都是在 但是你做第二遍的時候你就不要用12趴 要練 因為你用12趴就把顏色 對 好 好 所以我為什麼第二遍是用6趴 所以我為什麼第二遍是用6趴 因為那個第二遍再加蜘蛛色 對 老師這樣會有顏色對不對 會 因為有顏色 因為有顏色 那我手手 因為我們加3N啊 對 對 對 第一遍起來還是一樣 你要加蜘蛛色 對 那一個蜘蛛色 然後顏色比較透 對 第二遍可以就是用 因為你是把它毛巾片開了 對 然後你也在白色裡面塞了一點點雞色 好 就好像 各位有沒有染過 綠藍 那綠藍的到底是什麼 是新的 是新的 好 那請問一下綠藍完了後 不是要等10分鐘嗎 對 那等10分鐘後 它白色有變色嗎 還是白白的啊 對 那我會使用綠藍嗎 綠藍就是用 單一的綠藍的結束 綠藍 綠藍 一件而已 真的 以前我們綠藍不是拿什麼3N啊 那要先把它出一下 出一下 出一下 可是10分鐘後 那個白色的地方還是白啊 因為綠藍沒有經過雙氧水 它不會變色啊 第二次一定要讓它變成這個飽和色 如果你要亮麵就是什麼 我不要亮麵就綠藍 可是它的顏色會比較沒辦法擺過 綠藍花是做什麼 我通常有白跑 我比較會用到12三次 那有時候會用到12 它是因為它要 你老實講 你真的要很淺 你又要沒有白髮 我跟你講 很難 為什麼呢 給你一個觀念 白髮髮很像水管 OK 水管是很透明的 我塞了一樣東西下去 如果裡面的積色保留不夠的話 塞下去請問一下打下去 它是不是反光 可是我先塞了積色下去 它是把裡面那個透明變成深一點的 我塞包東西下去的時候 它反光度是不是至少 因為你是不是有什麼 紅色髮型 它是不是不用跟我們講紅了 打過去它不是一樣反嗎 可是我就是好像在水管那邊 那種邊緣 刷了一個顏色 然後在東北潮上去 它那種光度是不是相對的變低 沒有 有 那你那次就是會先加七色 然後再第二次用走它 第二次用走它 第一次用走它 第一次是因為我想 把白色的頭髮塞 麥拉麗色 把黑色的頭髮變成淺深 你補度下去 是不是 黑的變咖啡咖啡 你會咖啡咖啡咖啡 咖啡咖啡咖啡還是黑咖啡咖啡 但是不要去沖水喔 不要去... 洗完水衣的忙都灌起來囉 用6%之後幾分鐘 再20分鐘 或30分鐘 看臉 你要讓保蠟度高點 的話就30 我們講嘛 顏色淺 改顏色很簡單 顏色深 要補 而且如果 我這樣講 我這塊皮長會補分 就是可以呢 妳有發現為什麼有一些客人喜歡哪 金屬性的朗尾 就是自己的自己內地要玩 你知道為什麼嗎 19 19一萬喔 2 2然後呢 顏色 這時候都沒有多少顏色 都幾個色 都不是很暗 百億一萬 百億一萬 很變啦 因為我剛剛有些年紀大的頭髮變細了 金屬性腦圓也被療 被療 也被弄到 因為金屬性是屬於什麼? 腹腹 對以前說懶金屬性不好 說什麼? 以前不是用褲頭皮嗎? 所以我喜歡用褲頭皮的 以前褲頭皮 就像我講的 我在助理的時候 我很怕療症 因為我是美容院出生的 就是我在學的時候是在美容院出生的 我很怕療症 一種的就是 常常黏到頭皮上去 然後感覺可以敲門的我 以前不是洗頭髮 你喜歡洗頭髮嗎? 然後我又是 我又是軟膈 很特別 所以我用一邊洗一邊皺月 那種的 你會發現它怎麼打 它都沒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的頭皮被金屬性 覆蓋到敏感度變低 所以我很怕很硬的頭皮 因為一直要白 一一直要白 然後沖熱水的時候 我們的手快要熟了 它的頭皮還沒感覺 然後第二種頭皮 很軟 很噁心 因為它那種是頭皮的那種脂肪 背後啊 它的敏感度也很低 也是叫你更白的更白的更白的 然後你本來是在洗的時候 感覺你的指甲擦到頭皮 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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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很怕這兩種東西 所以我們講的為什麼它 因為它那種經濟是你長期的這樣 所以有一些年紀大人會跟你講 愛你太貓啊 啊怎麼怎麼 癌症喔? 今晚跟我發覺癌症 你知道現在的染膏 那公司不是驗到嗎? 什麼衛生署啊 什麼署啊 什麼署的 一天到我再檢查 那些嗎? 可是因為它們去買的 都是一些沒有 沒有什麼 所以以前的東西真的會不會 清楚性的會 因為我們的腎不是會排除嗎? 清楚的東西 你拿到頭皮 頭皮經由血液 就叫腎 但是腎沒有辦法排除 那566那給4 蛤? 666那一種來檢查 那你跟妳講的 是現在不要把腎沒有去吃 對阿 腎窩啊 5666 它好臭喔 好像 他們不是跟你講什麼 靠後來 靠後來好臭嗎? 靠後來好臭嗎? 人家很奇怪 我聽人家講說 靠後來不是日本的嗎? 你啊 也是有這種講是後發性的症 你是過敏還是敏感? 有些人會搞錯阿 那有的過敏是本身的體質 對於這種的東西 它會怎麼產生 就好像我講的 洗髮精的細靈好啊 我告訴你好嗎? 你連口紅都有細靈 就是好或者換 好的細靈 精油空氣 它會慢慢的揮發 不好的細靈 它永遠都在 你一瓶非常那種連 那種沒有什麼都值得去買 隨便買一瓶的 或什麼 我們講的說 細靈才六嘛 它那麼便宜的成本 再加上那麼大的名氣 再幫你廣告 希望一下它的東西 裡面的油量會多麼的貴 細靈 它是幫忙延展性的 好圖 等一下其實就是會插什麼窗嗎 因為沒有細靈 你會發現為什麼插完 欸好像好圖有沒有 因為它的細靈讓你好圖 可是它那種細靈是怎麼樣 經過空氣怎麼樣 就會氧化掉 不好的細靈就是我們講水透 你懂了嗎? 所以不要把細靈想過全部都不好 因為有細靈我一定要發現很多廣告都是傻的 無細靈無細靈對不對 所以你不會發現客人不動 啊你這幾乎已經有細靈了 你要跟人講的有嗎? 其實你們都有 只是好跟不好而已 了解嗎? 好 顏色 顏色 看完回去 沒關係等一下再繼續問 OK 男生 現在還是油頭 只是那個油頭有沒有 從很溢到現在很鬆的油頭 你為什麼知道男生那種油頭 這邊露得越乾淨越好嗎? 你這邊露得越乾淨 這邊臉看起來越窄 這邊有頭髮看起來越高 不是嗎? 這樣蓬蓬跟這樣邊貼貼的 哪一個看起來比較 這裡 對 男生通常這邊有的骨頭很容易不管 男生通常這邊一塊跟這邊 有的很奇怪 我們女孩子你都會在髮邊線外面 可是男生也會在髮邊線外面 可是有些男生的可能會這一塊骨頭 我一直在剛好在那個髮邊線的中間 就是這邊 說到現在 你等到外 嗯嗯嗯嗯 這樣子打給我 所以你知道嗎? 很白 很好 有用化給他 那本人 不要問我什麼推檢的東西 我沒有那麼厲害 因為我對於推檢的東西 有一點點 心裡面有一點點障礙 因為以前當罪的時候 看到人的生理師 不是在推嗎? 不是很快嗎? 唉唷 我看到在女兒女兒的時候 又有小孩在這裡送我 好好好好 然後走過來 女兒一下喔 好 那以前不是不流行什麼 那很乾淨嗎? 還是有一點熱熱嗎? 然後就 我那時候的心裡面想法 那邊還可以整個頭部 所以我喜歡用手對 可是沒辦法現在 那邊有風 就是不要把它刻一條氣 為什麼? 頭是原單是平的 對 當你在語言上面放一條氣 你會說不是很急嗎? 我最常看到就是 剛開始不會喝 很多人在喝 喝完每個都長得很恐怖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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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嗎? 而且你會覺得它很像 因為你外面那條線 它就是直接這樣子 等等等等 所以是你這樣 很大 想看看喔 如果你今天把它變成這樣 不要兩邊那麼平均 斜著斜著 一點點 你會很好看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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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再打個綠色 超像 對啊 對啊 所以你這樣講 在刻一的時候 這是很像 比方說分線 除了我要 我要剛硬一點 我就可以去吃一點 那有些不是會飛到飛來嗎? 你突然不會看到 不會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 它就是這樣 有一點吸 有沒有 有一點浮度 好 所以摩托 好 你常常看到很多平面的東西 所以會有 所以會有 不是在刻一段很多嗎? 沒事怎麼在手上 我們把手放進去 然後可以 然後 然後再把你打你 你打你 你打你 那當然是 一開始 你會發現都是抹不下硬的 可是你會發現 今年的油頭 就會有一點瘦 有沒有 之前油頭 不知道哪種油頭硬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 剛開始流行油頭 那什麼東西最好用呢? 滑辣 阿姊 他只要一罐 他便宜這種那種 對啊 因為他又亮 又黏 又很硬 又便宜 又硬又不會變形 那我舞台劇 只要是演五零 你黏到又黏到 我全部用那個 整個輸完油頭 沒有 戴完帽子起來 又趕快硬硬的 可是為什麼後來才變得辣? 因為什麼 要有點鬆路嗎? 不要那麼硬嗎? 對 後來又慢慢的變成什麼 今年的 今年的油頭有些什麼 我要這樣的形狀 但是我要什麼 更鬆 有沒有 把你的東西都會用 就不一樣 對我們講的 有時候有一些產品 就是因為你的流行是什麼 都會去用 啊 如果你遇到頭髮很硬 就等於這種 你那種法 你還是用法這樣 真的嗎? 你用到很硬 這樣 抹完了有抹都沒抹什麼 OK 你看 當然了其實真的 頭髮也要夠帥 但是你才會覺得 頭髮很好 你才會覺得頭髮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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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頭髮量都要厚多 嗯 尤其你這邊的髮量是沒有那麼多的 你就推完就會沒有那麼好 你的髮量厚一點的時候 推完的時候 就是你要想 就是我們講的是 你想做明顯標分的話 你要先選擇那個量 不是每一個人用的 我發現很少給你 好 主要真的他量非常非常多 你不覺得人家外國人沒事嗎 我們這個小孩子就是 這樣子給巴 這樣子給坑 這樣子喊 這樣子喊 不是嗎 嗯 很多嗎 都是這邊一個巴痕 一個那個什麼嗎 對啊 OK 那你講 他是不是沒有這個很複雜 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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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 你有沒有聽過百元減法 跟千元減法 一百元錄得這麼寬 好 那時候是大陸 我那時候看 一百元 那時候他就寫嘛 然後說價格高 對不對 有沒有 然後說十元減法 十元是這樣子 一百元是這樣子 好 一百元是 嗯嗯嗯嗯 而且叮叮叮叮 有沒有 不一樣啊 就是什麼 就是要是減少 三把小 不要再小一點點 好 好 當然你會發現為什麼 今年會有很多很多顏色 其實 嗯 很多的參考都是 怎麼樣 羽翼 那麼你就會覺得 鳥的顏色很漂亮 那 很多我們在講 我們在玩顏色 我們是從 這些 鳥的身長 去看顏色 什麼顏色還很少看 我覺得這是我們了解 比方說我想玩顏色 我應該用什麼方向 都比較好 OK 好 所以說 後來 後來我們去找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原來有好多鳥 好漂亮喔 嗯 以前都是覺得孔雀很漂亮有沒有 就是 沒有欸 孔雀沒有很漂亮欸 請問一下是不是黑色的 嗯 那邊是嗎 藍色 那 是不是代表 深紅 中紅 淺紅 你可以去玩嗎 比如說我要玩顏色 我都不來玩顏色 你可不可以用深淺去玩 一定要用對比嗎 沒有 可不可以 一樣的五度 五度的顏色 我可以一個用12% 一個用9% 或是一個12%一個用6% 是不是有深淺 這也是玩顏色啦 好 就是你想玩的 就放起來就是什麼 好 再來 對 對 好不好 好不好 當初 真的是看到這隻感到太難了 因為這是我們用的 嗯 就是用理念的方向 你看 就看一下就好了 那以前我們在 我們都以 看顏色不行 只要只看顏色 對 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顏色A跟B 放在一起好看嗎 這個顏色跟那個顏色 放在一起好看嗎 有沒有 就是有很多人 在玩顏色的人 他們都會去參考 這種色彩的東西 對 這種客人 請問一下有沒有很多人可以接受 嗯 嗯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他是不是覺得是一個灰瓶 那種底色的那種咖啡 那種灰咖啡灰咖啡的 然後挑一點點中紅中紅的顏色 很多嘛 所以我們講的就是 一般大眾的客人可以接受的顏色 喔 老師你灰咖啡的配方是 也是要淺色才能不敢嗎 還是黑 哪一個 剛剛那個 那個還好 除非你要到那麼冷 不然的話 如果只是要射掉的話都還OK 但是要到那麼淺 還是要稍微一點點淺 稍微有一點淺 像它這個 就可以了 對啊 再比它再重的也是可以來 也是可以啊 但是就不會到那麼的 冷 不會那麼冷 對 不會那麼冷 那你配方是 那個灰是挑幾號的 甜一啊 甜一 甜一的 那是你都跑到哪裡 嗯 那拍照的話 通常是很淺啊 不要相信拍照 我跟你們講實話啊 通常拍照是因為 我們頭髮裡面的麥拉顏色 是反光的 因為你的燈打下去 反光不好看 因為你要拍照好看 他就會把顏色拉掉 會比較好看 不然的話你就會覺得 那個顏色 黑黑暗白 喔 所以就很麻煩了 就去挑釁這樣 一二三四四個顏色有沒有 第一區一二三四 第二 比方說分三塊有沒有 第一區一二三四 啊四三二 啊二三十 什麼這樣子 這樣跳的啊 因為你想玩那個 不一樣的感覺 可是裡面都還有什麼 鬼 喔 我們講的練習 喔 戴一下 請問一下 你第一眼看到什麼 你第一眼看到什麼 好 關乎 好 你看到如果 有沒有比較柔 好 就這樣 懂意思吧 對嗎 剪頭髮也不簡單 就懂意思吧 所以幫客人在剪頭髮 你不是說那個人 你要修飾臉型嗎 嗯 好 你的哪邊不好的時候 你如果在哪邊 是不是告訴人 看哪邊不好 你是不是要用那個高低度 跟那個 問題 下巴漂亮的人 你是不一定要露下巴嗎 嗯 下巴好 你這個不太好 對不對 下巴的人 有 這邊不優啊 那 我這邊不優 這個不優 我是傻跟流光來的 喔 這個就什麼 妳要穩了美感 她的落差很大嘛 還好 那剪的頭髮 通常沒有差很多啊 可是另外一點 因為她的下巴的幅度 滿漂亮的 可是你這樣所謂 他心裡變成這樣 譬如我們講的 跟改變變色 跟改變色 染頭髮是改變什麽 不是 看頭髮呢 心中 頭點頭型不好的人 我是不是要高點低一點去改變他 對不對 可是我的膚色不好呢 記得千萬不要跟客人講一句 你不是我的眼神 你只能講 你目前不是我的眼神 目前 為什麼呢 請問一下我們的皮膚 夏天跟冬天有沒有差別 尤其我們有在騎摩托車的 你的冬天跟夏天膚色不一樣吧 他夏天不能染的顏色 他冬天未必不能染喔 你懂嗎 為什麼冬天比較淡 我們要那麼長的時候 是不是他可能會比較白 可是夏天呢 我剛剛被洗耶 會不會去海邊 會不會去哪邊 膚色是不是會變深 你懂得解嗎 所以我就看到這樣 我千萬不要拿石頭打自己的講 你講的你會忘記 但是客人也會記得你告訴我 我不是 你懂我意思吧 你要面對多少個人啊 但是你的客人記得 因為他說我不會到 他說我不會到 他說我不會到 結果哪一天他染完 比他現在顏色好看 因為你想目前顏色他去打完好看 他就是色彩改變啊 大家有意思嗎 所以沒有絕對的東西 我通過正在講絕對 只有你目前可能 不要講絕對 好 你覺得這個太爛它是水 你覺得這個太爛它是水 好嗎 有沒有 有沒有怕 好這樣 這樣摸到 把它弄得給你 有沒有明顯 他二十幾歲而已 好 不好意思 現在人家弄成這樣 你一秒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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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差 有姐很習慣嗎 還好吧 我就說什麼 看起來是你的啦 了解我意思嗎 因為我們講的 你可以用一些美感的東西 不需要很大的改變嗎 可是你就改變了它 形狀嘛 去改變它嘛 對不對 這一個 它已經是短的 它告訴你它喜歡俐落的短的短的短的 請問一下你看到它 你覺得你先看它哪裡 沒辦法進進了拿這麼短的嗎 對不對 好 再看看 是這樣子的短的 你懂我意思吧 就 有一些客人 他頭髮已經這麼短了 欸老師我想改變 欸那個我想改變一下 就只能去找他的優缺點去改變啊 妳懂的意思嗎 有一些人很適合的我們去做 就好像很多朋友問我說 那我有長號還是見狀號 如果你跟他講完的時候 還是回答你一句就是 那你覺得我有長號還是見狀號 我就會跟他講 那你就先流長 為什麼流長比較慢 剪短一刀就沒有了 啊你都沒有去留 你怎麼知道流長好還是見狀號 對不對 臉型會不會變 吃好一點 跟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就會有差別嗎 對不對 那你會幫他寫個原型幾乎海嗎 對不對 可是他如果是這樣直下來 就知道嗎 就有差別嗎 OK 那你講的有時候很多東西是輕微的白點 像我就講的 可是 我就絕對沒辦法剪那個 這個就可以講絕對了 欸可以完全絕對嗎 我可不可以燙直 了解意思嗎 我可以燙直啊 可不可以剪 可以啊 只要講說 可是你我裡面這樣剪 真的不是我剪 因為我剪完了 曾經被人剪完了 不過老外 很久以前當父母的時候 被拉去當媽的 那時候再 當然是再一輩子 也不要再亂當媽的 我這樣講 我這樣說 我有沒有人要剪頭髮啊 他沒有看 因為那時候外國人 剛來台灣的時候 不知道我們亞洲人頭髮 多麼的可愛 幫我剪了一個瀏海在這邊 我回去戴了一個月的帽子 我連在家裡面都戴帽子 因為我洗完頭了 他在這裡捲 那是現在喔 我現在更捲喔 我如果現在的話 應該在這裡 因為我剪大概在這邊 他想表現在美好上面 然後因為我之前就 我吃我現在自然捲 因為頭髮開始變細了 他更捲 不然我之前的 反正我剪門 他就在這裡 真的戴了一個月的帽子 因為我自己也沒辦法吃 妳在這裡嗎 適合嘛 適合嘛 那以前 是不是都只有梨髮 梨髮膏 很奇怪 我怎麼把 每一次用梨髮膏 當天很好看 洗完手呢 我會想人家笑耶 毛了 對啊 現在很好吃又什麼 離職嘛 請問一下離職會不會流行 會不會退流行 完全不會退流行 對於我們來講 它永遠都是好東西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 沒有絕對的嘛 OK 來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不是很明顯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講的嘛 我們用一些 清一些小東西可以去改變的特徵 來 是不是沒那麼明顯的 對不對 不會 它這個地方沒有那麼明顯 對不對 沒有關係 它這個地方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 過了一陣子 它流場了 很可惜 是不是開始了 你有沒有發現改完顏色更不見了 這顏色嚇人 這樣改嗎? 好看吧 你有沒有發現他也沒有中分喔 記得 你有沒有誰想他很中分 你有?你之前很中分 很中喔 好嗎? 這樣好嗎? 沒有,可是我覺得有時候這邊中有沒有 不來到這邊我就會很奇怪很輕易的 就稍微有點想撇一點點 我比較不愛你們中 可是應該很好 很酷喔 那時候鼻子應該很明顯 你了解意思嗎? 他有沒有整個完全變 然後就有一個什麼 你講的比較像某些 顏色有沒有讓一個人很大的改變 現在流行一句話 流行兩句話 一個叫逆 一個叫美觀 逆就是 逆像一個年齡的靈 簡稱美魔女那種類似啊 就是我把一款給他撈啦 你幫他撿完他會變年輕 你幫他撿完他會變白 要學個意思嗎? 一副分 深陷有沒有差? 你會在一個很冷的人 很冷白的人上面 在哪裏都會是 要學哪裏都會 立下功能吧 很冷白的人 你再染個灰色 不是整個都白到底嗎? 對啊 你會在一個長滿痘痘的人的臉上 染紅色頭髮 什麼意思吧? 痘痘是泛紅吧? 應該沒有人泛黑吧 如果泛黑就是中毒 長痘痘的人是很容易皮膚很紅 那你泛紅的話 你的顏色在帶紅 你的肌肉都紅紅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用什麼顏色去改變嗎? 所以你講的 千萬留意這兩句話 為什麼會變年輕? 你 除非我現在好幾年前 分年前 那個年輕人都不知道 你全部就流行什麼 很久以前流行一個 一零九辣 對 對 你們兩個不知道 有沒有不小心聽過 有 然後這邊的圖很白嗎? 你知道我們日本人嗎? 有 就歐耶嗎? 然後很白 你知道用圖什麼你知道嗎? 立刻白 因為他不想現狀 可是知道那陣子的流行過後 你的眼睛都弄完了沒有 全部有問題 立刻白有圖嗎? 那全部都是什麼 那時候你跟 你那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那陣子的流行去曬黑? 沒有 非常流行的 對啊 那時候他就不喜歡你染完 他變白 因為我好不容易曬黑耶 可是你發現現在要幹什麼 白 因為好痛嗎? 你一個都白白的有沒有 白才會好痛 所以我們假的 現在客人喜歡你染完顏色 讓他複吃看什麼 變白了 然後看什麼 年輕啊 嘿 不是喜歡那兩樣嗎? 誰喜歡弄完顏色 你怎麼要打? 不是嗎? 欸你弄完顏色 看得好年輕喔 你怎麼這樣膚色看起來很好 就是這樣子啊 你有沒有讓他打完顏色 讓他膚色變好 對啊 齁 這樣比較明顯啊 對不對? 我常常打了 對 所以這個綠也告訴我 他膚色的什麼 對 我每次的那個口頭 想找我改變 會因為那個 流行的層次改變 我以前都很喜歡加綠 你知道什麼? 因為那陣子流行的顏色 都是比較嫩掉的 對 這樣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亞洲人 其實黃皮夫人 有一點點能分 綠色 紅色看起來都可以 對 所以有一陣子很多人 很喜歡什麼日系染膏 或者什麼 染完日系染膏 皮膚會變好 因為這樣日系染膏裡面 就是帶龜跟帶 嗯 有沒有 抹茶奶綠呢 就是這樣子來的 齁 沒有飲料 有沒有 橘色應該怎麼講 金極橘茶色 自己想一些齁 很好玩的 男生 男生看一下就好了 好 嗯 嗯 嗯 不是這個地方沒有問題嗎 嗯 喔 他有的窄 窄藏型 對不對 嗯 有部長嗎? 沒有啦還好啊 喔 可是後腦腑扁的人 盡量不要切成一個人的 後腦腑扁的人 應該是越 輕 微 因為你扁 你在你扁的情況下 你再放一個遠的 你會發現它更遠 微的話呢 會有深淺才會產生什麼 軸 好 沒有支身型的 嗯 嗯 這樣子呢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呢 有沒有跟妳一起 氣色看起來不一樣 有沒有 沒有我們講的嘛 有些 因為我們講的有時候 不是都什麼 像妳剛剛講的 妳在那邊用支身啊 因為妳一定要染上 有些 有一些 當然妳不要這樣 哇那那麼淺的顏色啊 可是我覺得有一些變化式 有些顏色啊 有些顏色啊 而且誰說綠色 不能跟紅色放在一起 以前好像綠色跟紅色放在一起 就覺得有意外 對 對不對 可是發現綠 不是那種亮綠 慢慢的綠 妳會發現都OK啊 有些嗎 好 所以我們講的 我們這些東西 今天在講這些東西 是希望給 要加一個什麼 不是躲在那邊 一些觀念性的東西 為什麼 妳知道我希望給妳 什麼樣的方向 有沒有 然後因為妳們 好像後來會再看看 等她們等 一樣的就是 那一天會 染髮的話就是 以現在流行的方法 我們去大家去拆解 它應該怎麼玩 燙頭髮也是一樣 現在流行 我們用什麼方法 就直接放上去的東西 有沒有 去玩 OK 那今天一樣的就是 一些流行性的元素 東西可以帶給大家 然後呢 開放有沒有人想剪頭髮的 染頭髮 妳想幹嘛 我想要說 等一下 她如果跟我講她的染頭髮的話 我就會 妳想幹嘛 那什麼顏色 蛤 改什麼顏色 今天的 好看就好啊 我吃了吃喔 好啊 那我可以 我改變 改變 改變 妳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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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沒有 有的是真的這樣子啊 對 欸妳塞一邊還蠻好看的 對啊 這邊塞起來了 對 很好看啊 對 沒有 就一起剪腸的 我發現有一些人啊 都會分這麼厚 第一層 是嗎 嗯 心中不太累了 那妳有沒有發現 剪完第一層再剪第二層 第一層底層不見了 嗯 妳知道為什麼 最多 頭 這裡是不是褲的 這裡是不是褲的 這裡是不是褲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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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然後妳就整個這樣剪 對嗎 然後妳就整個這樣剪 懂嗎 其實妳的第一層妳的厚度夠 其實上面就越剪越高 所以看到第一層我們再分了之後呢 我都大概在哪邊 後腦袋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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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比錯 沒有 那這個壁就好啦 我手剛剛有點痠 所以我比大家有點痠 rant widespread 對 我幫他剪 妳要很齊的呢 還是不要那麼重的 不要那個堡會就好 為什麼這樣問 因為有一些人不是喜歡齊的嗎 妳就能夠齊的 如果有一些人她喜歡堡會 不要來得那麼重的 妳就剪句子 有啊,有些人句子怎麼剪,妳知道嗎? 有 妳不要這樣好不好 真的有人覺得 真的啊,很多啊 我跟妳講,剪句子啊,真的這樣子剪啊 然後剪的時候,妳不可以給我拿打包刀 妳不可以給我用花剪 妳不要放下來,請問一下有感覺嗎? 剪句子起來 比較大的 就是咬下去,如果咬完這表情的時候,稍微咬一下 妳知道為什麼嗎? 妳對,妳一直剪一個方向 妳從這邊過來,是不是都一邊頭髮都是會跑 如果妳剪這樣過來,它會剪這邊大,這邊長 妳剪這樣一個方向,妳給它兩個不同方向,把它墊得有一點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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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陣身就 對 你們很緊張 他一定想說,阿嬤不是要去洗電池給我看 你學不到工夫了 會葬不到兩千千 葬事就很快樂 我們要花一朵一朵一朵 一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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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再說 一朵一朵,我也很麻煩 我騙不定 我騙不定 我是騙不定 你騙不定還是他騙不定 我騙你騙不定 人,慢慢啦 他一次,像客人我也是啊 有時候我也不會一次把他剪短 你把他剪短 你把他剪短,也是那個錢 我把他分數知道,跟他分數知道,跟他分數知道 然後我都會跟人家講說 可以剪短,可是我跟你講 中間你先來點這個變化有沒有 再變成怎麼樣,我跟你講 他感覺都不一樣了 其實我這麼會騙客人,你知道怎麼來的嗎? 我騙客人,你知道怎麼學來的嗎? 請看 東森摸摸摸彈 對啊 不是嗎?不是都這樣騙你騙嗎? 對啊 看你怎麼... 不滿 對,對,對 你在講個顏色差好多耶 那個 我會來這位同學 你在講個顏色的老太 我不知道老師 剛剛不是跟我說你要教我什麼男的 等我想一下好嗎? 你不是下一盤各位來嗎? 會啦 好,拜拜 我還沒有回去 我是說 我是說 拜拜 下次再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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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我剛剛是不是很厚的 嗯 好像是可以穿很高的 因為 有沒有看到底線 嗯 有 很清楚吧 很清楚 你要剪平行線 你剪的越少 越平 剪的越少層越平啊 你剪的越多層有沒有 整長一下 這邊有沒有那種 提拉丸才能拍 你剪的越多層 它越不平 所以以前很多人在剪 剪那種直線啊 都整個戴會時用電鹽 把 的原因在這邊 ok 齁 你還要拿起來 因為它會有點層次 所以你會發現 我是不是有點青尾抬刀的 可是我沒管 我就那這樣而已 好 因為現在它不要那麼平的 所以我 就稍微的有把它拉開一點點 如果喜歡剪平的我就會拉回來 我就會剪成像剛剛剪的方形 方形它就會比較頂 那剪方形的好處就是 你會發現方形它會乖乖的靠在你的什麼 肩膀上 因為它不要那麼重的話呢 我就會稍微的開一點點 上面沒有什麼可以剪的耶 好無聊耶 真的嗎 真的,要修分岔的感覺 對,我要修分岔的感覺 對,我要說我現在修分岔的 今天沒有什麼 老師跟我講講台灣老師就講 對啊 人客人 我們要站 記得我們要站在客人的立場 我們要做客人喜歡的事情 設計師最厲害就是會做自己喜歡的 你喜歡的並不代表 客人會喜歡的 並不代表客人會喜歡的 我以前也常常做我自己喜歡的 嘿,很好 很好 嘿,條件沒了 你看 什麼都沒有了,有沒有 走近旁邊 真的 好,旁邊呢 很簡單的跟它這樣子修就好 從哪邊開始走 後腦骨耳朵的一半 因為你這樣子當對不對 你要拿這邊當底線 拿這邊當底線 這邊 這邊的一半這裡 因為這一條底線剛好在哪邊 肩膀的轉彎點 從這邊放這條 從這邊放這條 來當底線 從這邊放這條 從這邊放這條 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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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真的沒得講 真的 真的 瓜哥 老師都該拿來 我怕你頭 怕你 耳朵的 耳朵的 為什麼 因為這一條 它掉下來在哪邊 在那邊 在那邊 這邊擋住了 這邊的頭髮就會過來 快過來 可是學生 他敢 他會很乖的坐在那邊 又說是女孩子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跟妳講說 你沒電動喔 電動會不會 不要 底線剪完 為什麼呢 長度就是它的安全感 我們先把它的安全感給它 嗯 你會解釋嗎 我都知道 為什麼 因為這個長度就是我不變了 我就是幫你剪這麼長 就是這樣子的 好 我要幫你剪哪邊 側面 你側面沒有線條 你會發現你怎麼剝 是不是會不好看 不夠柔軟 不夠柔軟 好 來 讓它剪側面 現在女孩子不喜歡吹起來 這邊還有浮度嗎 嗯 很簡單就可以得到 不要管瀏海 有些瀏海不是簡單 然後長長的嗎 你不要管它 你只要管 長的這邊就好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會等於修飾那邊 這一邊 好 好 好 那這邊的層次被剪到這邊對不對 好 抬得越高 臉越小 臉瘦的人 當地來剪 你當地來剪 這邊剪的會越多 你抬得高來剪 這邊剪的越少 就變成 就是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會變成它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會突然變長 就會擋住這邊 可是你當地來剪 它就變成是 這個叫開 這個叫關 通常我發現現在十之八九 全部都要開 都要關起來 不管它臉多小 它還是希望它更小 有沒有 所以我動抬高 那抬高 這樣更高啊 這樣子你動到哪邊 層次 我這個不動層次 我就動什麼 邊緣線而已 OK 所以拿起來 好 因為這邊被剪的對不對 好 我們就跟著它 把它全部拿起來 拿起來 只有一個地方不要剪 耳朵上面那一條 這一條 不要剪到 這一條剪到 你剛剛不是 我們的底線不是已經定好了嗎 你只要這條剪到 底線就不見了 也很容易這條剪到 它又變 一個洞 對 一腳 這樣 OK 拿起來 把它全部抽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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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 我剪出來 就很順 就順順的啦 OK 好 你要拿起來 剛剛這樣子剪 我這邊就會 剪回去 因為這樣一個 這邊出來 這邊就過去 不然的話 兩邊又不一樣了 有沒有吹頭髮 一邊吹很順 一邊不會順 有 一邊吹這樣子很順 一邊吹這樣子很順 為什麼 因為你的刀口 都是同一個方向 好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就是神絲喔 沒有喔 這個還不是神絲喔 這只是輪廓線而已喔 先把這個輪廓線剪出來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後面要不要再剪 要 為什麼 頭髮會動吧 會往前吧 看你心裡就 又沒了 對不對 所以來 把它剪到沒得剪 全部往前出 只要是女生長頭髮 我幾乎 現在的髮型是不是就是比較重的 我幾乎都直接拿這樣子來剪 不用想太多 你不用擔心剪完不一樣 因為每個客人長得都不一樣 所以剪出來一定不一樣 髮質不一樣嘛 OK 所以很多人會想說 哎呦這個客人 那個客人會不會剪的 不太不一樣 客人 只有一種客人 不用跟他講美感 就是 我高中的客人 我高中的客人來加他嗎 就是加你和他朋友一樣 他就覺得你很厲害 複酸 所以你會覺得如果 有孩子的 通常小孩子 男生到一個年齡 他沒要給你剪 你平常學習 不是 人家喜歡這樣子 你們就說 哎呦這樣看不看 你們要突出啦 所以聽到你對母子的對話才好笑 那阿嬤說 我想要辣 阿嬤說 我很會辣 我幫你辣 然後 飛團你知道嗎 我可以 用藝水 用那個什麼 用火燒就對了 那不是人了吧 蛤 那是人了 他說他要辣 他要辣 他要辣 我說這我做專門口 要給他一顆 我剛才聽到他在說 我有去打火機耶 我也是都這樣講 對 我如果去上課 人家說 是要燙都好 然後我什麼工具都沒有 然後我說好啊 來打火機 可以打電話 有沒有 這樣子就順著來 很多人不是喜歡這樣子而已嗎 對 蓋住啊 好來 撿完這邊囉 你有發現 我剛剛這樣子一直撿對不對 可是我後面有感覺嗎 沒感覺到 意思是說 根本撿不到後面嘛 所以這是要給他什麼 拍一下 層次 對拍一下 好 這位客人的頭型還蠻漂亮的 所以我給他什麼 放射就好了 一樣的頭扁的人 你拿的層次 可以拿方形的 為什麼 方形的層次拿起來 一樣是不是中間會比較短 兩邊會比較長 就會變成這邊輕 這邊重 這樣這邊的後門口比較漂亮 好 再來很多人不喜歡剪層次 因為覺得剪完層次會怎麼樣 變 薄 防止他不要變薄 一個非常簡單的原理 好 一般我們拿起來剪 是不是這樣剪 有沒有 百分之百 薄 你要讓他變厚 很簡單 厚那會補一下的 不要 為什麼 這一塊 他是不是就厚了 厚了 他就不會覺得你頭髮剪完是變薄的 了解意思嗎 你這一塊如果這樣拿起來剪的時候 是不是把重量剪掉了 那這邊是不是薄了 他就覺得他頭髮剪完好薄喔 可是現在不是喜歡厚嗎 那你就厚 要厚 你就厚腦骨給他留下來 他就很厚啦 OK 從這邊拿起來 來 這邊不要管他 這樣子 是不是太厚了 不要寫我的意思嗎 好 來 來 放射 那我們之前為什麼很多不敢剪層次的 你知道嗎 也是很多那種連鎖髮廊 大髮廊那一種 大肩那一種 因為很多人在學剪層次 或者是一些 學一些打薄的技巧 都學什麼 手法 那我們會手法的時候 輕重 你會不會去調量 就不要打得那麼開心就好了嘛 就不要打得那麼開心就好了嘛 對嗎 咦咦咦咦就好了 可是那些年輕人不會啊 就好帥好帥好帥 好帥有了 一直去啊 帥完了之後呢 然後 沒了 只能跟客人講怎樣 他不敢剪啦 於是乎就跟客人講 我剛講喔 現在流行不打包 現在流行 不減層次 你知道流行怎麼來了齁 就是那些人講的 不流 不然老實講 你看任何 你看到很多好看的有沒有 沒有層次 你注意看喔 有沒有層次 沒有層次怎麼會鬆呢 可是因為他們不敢剪 於是跟客人講 不流行 那個不流行就一直下來 嗯 就剪型的這樣子而已 齁 你看我們來 把它 放射先把後面解決喔 你們會很常要拿鋸齒來剪嗎 不會喔 剪鋸齒不要用手腕剪喔 什麼叫做用手腕 危險 你這樣子抽 這樣子在抽 是不是很容易去抽到手 嗯 剪鋸齒最好是用什麼 手背 為什麼 拿起來 手背 定起來這個高度 我倒也要 唉唷很快點嗎 沒事這樣咩 喔喔喔 對啊 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有層次了 可是有變飽嗎 沒有 沒有 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喜歡這樣子嗎 又要寒一點 就這樣子啊 換剪韓風 齁 常被改變造型改變 真的咧 這幾年年流行很多 你只要跟他講 我跟你講這是韓風 韓式剪法 我跟你講那些人已經說 齁 是喔 鬆開 你還滿寒風耶 就跟衣服一樣 對啊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樣子 都沒事 因為我以前有一陣子 也是耍這種 就是 很帥 很帥 很受傷 所以我的包包裡面放了一條 那個啊 藥膏啊 靠近膠帶 靠近膠帶 不是啊 日本那個不是有一個 黏的那個啊 黏的那個啊 而且我還是買那個 我還是買那個 有什麼你知道嗎 有 有九星的那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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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裡面有那個 你會有菌嗎 所以也是啊 對 所以我好學 沒有說 我只要看到有人受傷 我都說我幫你 對 都會 都會 對啊 我之前就是 喔 就是看啊 然後他們就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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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剪哪邊 先把後面的放射剪出來 就是他 就是背了 對啊 你看 你這個眼睛閉起來 都沒事 為什麼 因為我動哪邊 好 那這樣說為什麼 你會跟客人聊天吧 對啊 有時候分心就是這樣來啦 好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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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啦 真的啦 地生蟲 真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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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鬆 沒有啦 然後你看上面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真的 真的有面子有面子 然後 這邊呢 不用放射出去 除非你要想減輕這邊 如果你想減輕這邊你就放 現在我比較沒有叫放射式 因為這邊都要太重的 所以這邊指的就好了 人家笑起來很漂亮啦 有時候不常笑 人家十歲一條不放 我會漂亮啦 我會靠一下 這樣 這樣就把他去掉 然後你會發現這樣拿起來 剪不到什麼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剛剛怎麼樣 我們切先 對 所以這個只是把什麼 接順而已啊 嗯 你有沒有發現 我是上 躺 下 躺 因為我這邊是不是上來 你這邊就要 一樣 好 你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 如果你今天是剪平線的 沒有差 我是講句詞才會差 你不要平線 對啊 我真的會這樣跟你們講 是真的 我看過學生 我跟他說 你那個 兩邊 你這邊從上面下來 你這邊就要從上面下去 結果他不是這樣剪嗎 他就 都沒剪 老師很難剪 我說 你幹嘛 你不是說從哪邊上來 就要從哪邊過去嗎 我說 但是 句子 對 對 對 好 然後 然後 有沒有 所以就 是 調 一點點亮 大 一點點吧 好 可是要更美喔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不是要讓上面鬆 嗯 所以我剛剛講 一般我們不是拿起來就拿香的嗎 不要 為什麼 你只要讓這個線條好看一點的話 讓它更柔一點 不管 你是不是無痕打薄刀 現在不是這種無痕打薄刀嗎 是 也不要這樣子剪 是不是無痕的嗎 你這樣剪 是不是重量都是一樣的 對啊 對 聽懂我意思嗎 嗯 你越 你這樣子剪完 跟這樣子剪 不是一樣道理嗎 對 好 打薄 我們講的 打薄很難告訴你 剪刀我是不是可以告訴你角度 嗯 打薄有人告訴你 左邊打幾下 右邊打幾下嗎 對 我們髮量是不是會有一邊多一邊長 是啊 打薄是幹什麼 這個頭髮 柔順度 好 往下 麻煩你 你可以長 可以短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刀是這樣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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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打薄 我不是真的把它打到很薄 我只是要讓他的頭髮摸起來的 兩邊的輕柔度 你有沒有發現我不管下面的 除非他下面很厚重 我才會去調它 然後下面如果沒有那麼厚重的話呢 不用管它 因為我只要讓頭髮上面 通常是剝完頭髮 是要上面看起來有什麼 線條感 嗯 而且啊 你頭髮我們去減輕這個重量 是不是讓它看起來舒服很多 你這樣剪怎樣 吹你 吹你 有什麼樣子 嗯 啊 真的好 嗯 油頭嗎 哈哈哈哈 有點外摸 有點外摸 本來會感覺油頭 因為大家都說油頭啊 隨便你隨便就說油頭 推 關頭啊 你這樣扁頭又扁鼻了 油頭再扣起來 油頭是由這邊 對啊 扁 這邊蓋住剛好 對 這邊蓋住剛好 好 我把它剝乾 然後 欸 剛剛那支扁拌了 不用很小把 對啊 你隨時都可以先墊 對啊你不要走 BJ 快走啊 파 但是我該剪的我還是剪完 對啊 沒有不是有一些人真的有事情 尤其我来到南部附近 因为要去带小孩 四点要学校 对 老师我先学校 因为我去云林上课 很多都这样 小孩要学校 三点五十多月的时候要学校 我四点要学校 然后 把它分斜的 我等一下我转过去等一下 斜左边斜右边 都没有开心 我来我点我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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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年齁 斜四十五度 越没有层次的 你要摆斜的 对 没有层次的情况下你如果是用垂直的 它很容易 波纹 没有高低度 因为太重嘛 能写吗 所以你没有层次不要厚重 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啦 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如果遇到层次比较重的 跟着头型的位置 比方说我这边在这边对不对 我的位置在这边 第二片是不是在这边 你就在这边 第三片呢 这边 你不要从头到我都拉到一个方向 好 尽量给头发拼 从中间先夹是因为这个头发这边属于比较什么 最健康 而且发尾不需要那么的卷 你这边越扭到 他头发越会干 你越没有扭到 他越成像这样子 不用到很高 因为那种波浪 这边通常是没有的 所以一般这边的时候 你应该先用吹风机 有没有办法跟有没有 先水一下 先加一下 对 每骨的时间 马进行 两分钟 再放开 马上 中间 辣椒 可以 它可以 刘植汤 09分钟 快 把麵包裹上,油的麵包 下 english吃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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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想喝了 如果有一些頭髮比較細的啦 你們可以把那個 蒂子的那邊 輕的 稍微 一點點 一點點就好了 它會幫助你把捲地頭比較紮實一點 真的好安靜喔 有一點可怕 大家很專心在看創作 因為剛剛你們不是這樣的 對 對 什麼事情 我們先在看建藝術品 什麼 靈藝術品 你不要亂講 不是 會亂講 斷頭 好 稍微會讓你瞄完 謝謝 很簡單喔 目前這個大家都會了齁 但是你要一次一起輸就可以了 因為你有時候每一層一直撥 你第二層跟第一層有時候位置都不一樣 對 啊上面也是分斜線 對 嗯 上面跟著頭型的位置 也 它掉下來是呈現的怎麼樣 你就跟著它那個方向 不然你如果這樣會嗎 這邊的頭髮你把它拉過來 以前你還是會跑回去 嗯 就像這種要上這種電放燒 其實頭髮越長 上角越好看 但是這時候我如果這樣講 學生就會說 啊那個 我腳底一層就不行了嗎 你的分線是寫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電棒跟它也是分線寫的 嗯 頭髮是一致的 頭髮是一致的 嗯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角度是不是輕微抬高 嗯 是不是15度 你不要完全擺平的 有45度它的那個位置 它才會有什麼 鬆點 嗯 你太平了它就沒有鬆度了 都一樣 有的人不是都放在這樣嗎 就太重了 OK 你 它本身的層次不高 所以你是不是就必須要用你的 你的頭髮的角度去呈現到什麼 它的一個幅度跟鬆度嗎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不會沒事 沒有 如果客人這樣之後 我的手就很習慣就是 我會把它 吐掉 用這支圖的嗎 我會叫這支圖的 我會叫這支圖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會舒適啊 嗯 嗯 那今天的這一個方法它會屬於比較規則的 我還有一個不規則的方法 對 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下次再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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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是 嗯 其實這一個方法是 因為大陸人很會用這個 嗯 我上次去做秀的時候 我就問他 欸你們那個頭髮 每一個人弄到腰 打死都不剪層次 不打薄 不漂亮 為什麼你們的波浪做起來還蠻漂亮的 他說他都這樣子做 但是他只跟我講說 他都這樣子做 心裡想啊那原理呢 他講不出來 後來再想 我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後來才想到說 原來因為你的很平的頭髮 如果你在用很平的方法 他起來他的重量 就完全是很硬的 嗯 所以為什麼他們要分斜線 嗯 嗯 應該是他們那時候 應該他們的那時候 老師有教他們 只是 挖了 因為我問他那時候 我想說就是這樣子啊 我心裡講你是在唱歌嗎 嗯 聽老師啊 因為他們很多像 嗯 比方說他們可能就會有一些 韓國老師去上課 那可能有一些是他的翻譯沒有翻好 嗯 你懂嗎 然後我用過離子夾 真的很難用 可是網路上看得很漂亮 很漂亮 對 沒有發現 我們通常夾第一片都很漂亮 第二片放下來 通常跟第一片都完全沒有什麼感覺 完全不會放在一起 不像 你的高低度不一樣 抓的位置不一樣就不一樣啊 嗯 所以他就是他的位置會比較難掌控 不過他離子夾 其實他夾的波紋會比較深 而且離子夾比較不會那麼快反直 會比較硬 因為 你有沒有發現上電棒 你上電棒 但是用離子夾捲 離子夾比較持久 比較漂亮 來 對 不是比較漂亮 就是你會發現他的持久度 有一些頭髮感覺很黏一種的我 嗯 可是硬的頭髮其實還好 我覺得像硬的頭髮啊 你給他那個什麼 你硬的頭髮可能他比較不會變形 你這樣上像我那個 這一兩個禮拜我們有在演戲那個舞台劇那個啊 有一個啊 頭髮很粗 還蠻粗的 你也也 可是他每次上完電棒 我就很開心 第二天 因為他不用 他可以撐兩天 他摸的人就會 他的持久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而且我覺得 什麼素質最好用 木頭酥 哪一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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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紙我也會用這種木頭酥 因為他的寬度比蜜紙酥再寬 你越頭髮越糟糕的 你的蜜紙越高 他越反燙 不是有人燙離子燙 他會用一種叫做輔助酥嗎 對 你有沒有發現越夾越毛嗎 包圍的地方 今天如果是健康頭髮很好喔 今天如果是健康頭髮很好喔 可是受损頭髮你再用那隻夾 你會發現你的魔鬼都會 你都會怎麼 張力太強了 越受损頭髮你張力不能那麼強 快好了快好了 快好了快好了 待會兒齁 你會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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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很像放射 其實 我就是看著他這個頭髮放下來 他是不是在那個位置上 對 那口髮也不少啦 對 那口髮也不少啦 那口髮也不少啦 你會好嗎? 沒關係,可以啦 玫瑰花油,等一下一定會用到它 上完電棒,你一定要用油在外面 等一下 因為你要用它去抓它 那你夾之前有抹什麼 之前剪的時候,我有先抹那個啊 我都習慣抹那個,銅子 銅子樹,剛剛直接去拿銅子樹來的 對 我之前,我頭髮是不是捲的 然後我一陣子頭髮很糟的時候啊 我都會抹很厚很厚的銅子樹 把它當成泡沫再抹 因為銅子樹抹多的時候,硬硬硬啊 你髮質很淡的那一陣子,你就用銅子樹去抹啊 對啊 對啊 我那時候抹了一瓶掉啦 對啊,不然我那時候用我頭髮一直重複重複 然後細頭髮不是很容易斷嗎 然後一直燙嗎 然後那一陣子我就全部 我就沒有抹任何泡沫 我就是,洗完手的時候 我就抹很厚的銅子樹 就有問題出來就好了 就有問題出來就好了 老師,那個銅子樹可可以拔當成步法上升器 可以嗎? 其實它胺基酸的分值很小 你如果要上升器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外面再抹一層薄薄的 那個什麼? 細胞皮 因為它弄完它不是滑的 我是跟那個細胞皮 我調在一起耶 上升器這樣搞什麼 一層一層 它的分子比較小,你要先給它進去啊 對啊 對啊 你要讓油的先滴味啊 而且你分成兩段 客人也感覺比較不一樣 黃子樹再咬的幾百萬元 黃子樹你就同樣摸摸摸摸摸摸 然後再拿那個酥子酥一酥 讓它刺進去啊 所以它本身的分子比較小的時候呢 你在頭髮洗濕的時候毛鱗片是不是開的 這時候你就先抹 你讓它分子細的先進去 然後再細胞膜再包在外面 這樣還是不要上升器比較好嗎? 比較好想是你就上升器了 對 所以如果希望我會在外面可以上升器 因為人家給你不解釋說真器的 我等你給你剪好了 所以你的真器 你就是切最少的那個啊 對 鯨子一下就好啊 對 勃勃勃勃勃就好嗎 不是嗎? 不是嗎? 它就是要那個煙這樣子嗎? 女生形容都很可愛耶 不是勃勃勃勃嗎 這請的很可愛 我也怕蒸氣 因為當助理的時候看過那個蒸氣 啊不是有一條管子要通嗎? 對 那時候你不知道嗎?沒有通嗎? 對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客人 然後奇怪那蒸氣 他為什麼都... 然後就看到一條這樣 嘶嘶嘶 還好這邊有 還好這邊有 還好這邊有用那個什麼毛巾 哇我看到有沒有對 好舒服 奇怪為什麼我都常常看到一些這種恐怖的事情 蛤 你也這麼大耶 你媽媽沒有生意大給你 因為當初都是在助理的時候看到耶 我也很怕以前的定型液 華麗香 然後再加上那個 還轟照 有燈的那個 有燈的那個 我看到設計師他在噴噴噴噴噴 然後就一條火轍咻 對啊真的 會超可怕的 對啊 呵呵呵 你看我都看了一割 一割空母的啊 當中間 還沒睡覺 嗯? 你去逛個街 看著電影 欸最後一卷 是最後一卷 還是很高中咧 對啊 再來第二卷 看嘛 這個就下第二卷 哈哈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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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漂亮 很漂亮 好漂亮 好看 好漂亮 好牛奶 好可愛 對 好 Picture 好 好 還好 等一下 你幹嘛比較短 不再長的話 它是不是會落下來一點 嗯 我再抓一下 謝謝 要不要 你滾滾 沒有 不是 我把它吐到 真的 我把它吐到 跟它沒有關係 它是吐滾的 你不是吐滾的 你不是吐滾的 這一個沒有吐滾的 這一個說的 他一天在睡而已 因為它短 它短 所以會縮 如果長的話就 重量 就會更 它如果長的話更好看 對啊 所以我剛剛不是說 用這種的話 通常是長度勾一點 會比較好看 越長越漂亮 不是我們不是有看到網路很多這樣嗎 對 沒有 對 沒有 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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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有看到網路很多這樣嗎 對 對 他就會醉下來了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曲・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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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李宗盛